大家好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聽這場哲舞 還有紀念一年 今年3月18號在下午晚上 我們兩個獎者還要在下下 我們的首策等一下會來 今天的主題是當軍警上門買普洱茶 這件事情最近才剛發生 到底為什麼會是普洱茶 我也不是很理解 不是不能說我不理解 因為說軍警為什麼要上面買普洱茶 我也不太理解 為什麼是用這樣的一個借口 但是反而就是最近有一位先生 他家在賣普洱茶 然後他同時也買了一匹白色恐怖的文件 結果就有軍方上門 然後跟他假借 好像是假借買普洱茶的名義 然後要跟他搜索 跟扣押那些文件 那這件事情呢 算是再度 一而再再而三 又再一次的證明 我們不知道我們其實還離威權不遠 那在離威權不遠的這個時候 我們要怎麼防身 甚至對抗這些威權 那這就是我們恐怕必須要自己做好準備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 當好配合台灣人全處境會的 他們的一個集會遊行的專案計畫 他們出了一本抗生防身手冊 那那個手冊等一下會來 那這本手冊當中呢 介紹了很多就是現在抗爭 抗爭可能聽起來比較積極 也要激勵 但是即便也是一般的集會遊行 一般的陳情 一樣會遇到很多警察刁難 甚至不極端的刁難 或者是社會 甚至是家中 或者是像是學校裡面的壓力 那在這些狀況底下 我們要如何去應對 我們要做哪些準備 有哪些事情 我們自己可以嘗試去解決 去跟警察應對 但又有哪些事情 其實警察根本不理我們 而以致於我們必須要在自己一部的學校協助 那這些事情呢 其實大部分我們 剛入門 剛入行 剛走上街 其實是不會知道的 但是 要在運動中 在行動中 或者是說 在跟警察衝突之中學習嗎 那樣好像成本就太高了 所以呢 才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他們出了一本抗爭防身手冊 希望可以簡單的紀錄下 一些可能出現的問題 可能出現的狀況 可能出現的狀況 然後還有他 我們大概整理的一些解決方式 當然這些不會是 不會是這樣完整 不會是這樣全面的 但就是大概紀錄一些 但希望可以作為 就是大家的參考 那 當然就是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階段的面向 有一些人可能 剛走上街頭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 他其實已經菜過很多 在運很久 然後甚至他的菜運的長度很高 但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我們推薦能夠顧及每一個面向 但我們希望 也許能夠讓 最需要這樣子的一個 參考資料 最需要這些資訊的 不管是行動者 或是一般大眾 他可以 就是 垂手可得的一些資訊 那這本手冊呢 現在就是開放的大家免費所需 也許大家可以到跆拳會拿 可以順便拿配套的那個 法服的 去跆拳會的話 可以順便拿法服的那個 裴真手法 那個 免費裴真專線 這是抗爭才有 但是當然 能說等一下也會講 這些東西都不是萬能的 那 還要很多事情要處理 對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台灣人 那個租金會的法務主任 許人錯 那他同時也做了很多警察研究 他也算是這本 他們的法律首次的一個很重要的主要編讀者 然後 也邀請到劉激衛律師 劉激衛律師他現在正 就是 持續的職業當中 那說不定在場 有一些人可能 其實 之前或是未來 可能會 就是受到他的辯護 對 我自己也 就是受到蠻多律師的幫助 因為我們在 他們的第一線 有非常多 有 警方或是政府 他們會用法律責任 或法律署 追來 對我們 進行壓迫 那這時候也需要很多人的支持 當然最重要的 就是法官律師 那他也協助過很多 就是議題的 就是 跟政府之間的 對抗 或者是說 跟政府之間的 就是 全盼 這樣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要請 大家幾個問 然後有 我 我叫黃崇彥 然後是職務長期的志工 那 就是 對 也算是 抗爭的 長期參與者 那今天來這邊為大家 那 我們兩位準備好話 那我們現在就 就先 謝謝大家 來 那我們請 請到一個 狂風暴雨 好 那我們就是 再次感謝大家 在就是 狂風暴雨的周日晚上 然後來到 指學775 然後就是 這樣子的天氣 不免俗的 也讓人想到 就是 兩年前 或者是這麼多年的抗爭來 其實 我們要對抗的事情真的很多 除了政府的政策 然後可能也要對抗環境 然後也要對抗 就是 警察 或者是整個社會 對我們的壓力 對 那 我也再簡單講一下 就是 威權的壓迫就是 只能在 那 不管我們是 在街頭 或者是在家裡面 不管我們的行動立場 或者是保守 或者是很激進 就是 很多時候都會遇到 各種的狀況 那有可能是法律的狀況 有可能只是一般 日常生活的狀況 那可能是你家中的人 或是跟警察跟政府 那遇到這些狀況 怎麼處理呢 那我們其實有很多種 不同的處理方式 那我們這本書 或是說 跆拳會呢 這對這些狀況 除了這個 暗格防身手冊 可能一定能夠全面涵蓋 但希望可以就是 怎麼講 拋磚引玉 希望可以吸引大家 對這些事情開始了解 那如果大家覺得 有什麼地方可以改進 或者是可以 就是 增補的話 那也可以跟我們提出來 也許我們之後 會有機會 可以再版 那時候也許可以改版 那這個除了有實體的手冊 等一下會來之外 在網路上也有 就是 PDF檔 之後也會有電子書 或者是 之後也會有電子書 那當然也可以平常 那時候 就是多翻閱 再參照 因為畢竟 如果 抗爭現場 或者是什麼現場 臨時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也不太可能 馬上翻手冊 對 當然 那當然 我們是 原本是希望手冊 可以做到輕薄短小 放在口袋裡拿出來 立刻翻一頁 然後就跟警察 就是對著警察 照著念 但這實際上 還是很難做到的事情 那所以 總而言之 就是今天邀請到了 台灣運輯最近會的人錯 然後等機會遇失 那我們也許就先請人錯 開始談談那個人民的防身指導 與抗爭入門 那就是說他可能會 五分三的部分 就是先從警察 到底怎麼做 開始講警察的狀況 然後再講到 我們在手冊裡面 有聊述到的一些 抗爭現場狀況的對策 然後最後再來 就是現況 就是譬如說制度面的現況 社會的現況 還有未來可能的改變方向 因為我們當然也不是 只出了手冊 教你現在怎麼應對 我們也會希望 就是未來能夠改變現在的 我們需要去對抗這個狀況 那 感謝人錯 我們先請人錯 不好意思 好 謝謝謝謝大家來 那 我們就前面 開箱本來都講很多 我們不都說 那就直接 就像大家剛說的 今天很重要 大家看三個主題 那第一件事也是說 就是到底 警察 是 台灣的警察 他是怎麼 對方他怎麼做 然後他一起大原則 然後 他背後的一些 然後 再來就是說 那我們這個手冊裡面 提供哪些 針對這些事情 提供哪些例子 那因為手冊裡面有說 七十八 七十九 QA 所以 然後同事正在把它拿過來 然後走 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我們也不會已經比較 那也就是說 舉一些例子 讓大家可以稍微 具體一點感受到說 這個手冊 他在供應 到底是怎麼樣 那最後就是說 就是我們手冊 是用個人的方針 那我們更比較 就是結構性的問題 大概有什麼改進的方向 因為現在立法院也 就是開議政治 然後會有一些議題 在普通檔裡面 然後我們也希望可以 跟大家做介紹 大概這三個部分 那首先第一個部分 所以就是警察是什麼 就是說 我覺得其實 可能大家都覺得說 警察是什麼 這是哪有什麼 就是問題 反正每次上街 站在對面都是警察 這樣子 對 可是 其實 很多時候 我可能就是 每個人都上街 幫我警察 可是我其實並 其實警察在被 社會了解的程度 其實並不高 雖然大家 時常看 就不一定上街 你手的那個錢包掉 設備後 會報案 然後會沒辦法轉一轉去 對 可是到底有多少人 就是 了解 就是說 警察他沒有人 警察他的一些 例子賣 他們的做法 到底實際上是什麼 可能有一些 很多 就是 說法 或者傳說 很多警察 聽不清楚到底是怎麼樣 對 那 就是說 特別是抗爭的現場 又是說 那 狀況很複雜 而且不是一般人 日常通通遇得到的事情 對 比方說像我 就不是 最近有一個有名 楊律師嗎 他在這個臉書上 就寫說什麼 他被 他怎麼拒絕臨結 然後哄啊 就被警察 可能會向你罵說 這是刁骨啊 警察在哪 這也算 出來這樣之類的 對 然後 他最近又寫一篇說什麼 警察才知道的秘密 我後來很興奮 他作為一個研究者 到底什麼秘密 點進去又只是說 警察 他想要找一個 把你帶回去的時候 他會 他會 對 他會 就是想要說 用一些口氣去記錄你 然後如果你幫他彰化 他就說 你入住公園 公園 然後就現場 你帶人去 我說這 他寫的超選的 說什麼 他有一個什麼 國安局的人跟他講 然後在他做一頁時候 所以後來他也是碰到 才終於免疫 這個樣子的樣子 然後是個什麼 國家機密 可是這個其實 就是大家都實在 我以為 我們本來以為 就是大家都經歷過 就是你要知道 這件事情很簡單 你只要去PDD警專辦 然後PO說 請問一下學長 那個 我前幾天碰到一個刁民 然後敘述完的時候 請問學長如何處置 然後你下邊看 學長就教你說 你只要怎麼樣 啊你是不會什麼什麼 啊你不會很好用 這樣 這其實是警察害不到自己的 甚至我唸法律 很多法學者會不屑 他覺得說 這種東西 法律會那麼low 法律不適 對不對 我們只要研究 這個憲法 或實現做法就好 就是 這個 是一些智慧莫敵的事情 對 法律其實不是很重要 而且我覺得 他是真正切切的 影響到我 每個人的日常生活 這樣 所以他真的是 這個 你如果那個人權的最後一領 沒有到人間身上 你法律定格 但漂亮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 第一次我現在簡單的談 因為熱線談要說 在康執處理康律 建造警察 但台灣的警察 在現在這個時候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 歷史的過程度略過 然後再下一張 就從目前台灣組織 然後有康執 他會請主要成 然後特寫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是沒有 這是我自己研究的結果 沒有寫在什麼法規 或是主要裡面 因為法規很舊 而且希望沒有什麼改 然後教材也很舊 對 除非有什麼 就是武功密集 我沒有看到 不然大概就是 很多東西都是下去 下去那個單位 是有一個選擇的 這樣子 那可能第一個就是 他的目標是控制形式 什麼叫控制形式的目標 就是說他的目的 他的執法目的 是要減少不確定性到最低 但是反而來說 他的目的並不是說 讓你不准動 或是把你 就減傷打散 這也是本身的目標 所以說 如果你跟他 所以說 你有沒有看到說 你如果願意讓他 預先 你預告你 你願意預告你的行動的話 你有時候說 你要去推動 他也就無所謂 你說要進去多少人 進去到什麼程度 他可能也會一定程度 願意配合 那這個配合其實就是說 對警察來講 與其壓住你 然後不讓你動 然後到哪天 你覺得講你講不通 那我自己偷偷衝 或是我 繞到後面去 或是怎麼樣 偷翻牆 然後我不如就是說 我的目標就是說 降低不確定性 然後要掌握你的行動 可是在這個掌握範圍內 我可以試其他行事 開一個很大的空間 給你 這樣 這是他一個基本的目標 這跟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 早期他可能是跟你硬碰硬的 他可能說 沒有什麼好談 反正你敢來 我就 我敢打 怎麼樣 現在怎麼敢這樣 所以 要負責行事的話 其實 為什麼怎麼談 那我要先知道 談的對象是怎麼樣 然後 我去拿開什麼條件 怎麼喬 你會願意聽我的話 所以說其實 這樣的重點 並不是第一線的 無力的強弱的問題 是不是說 有沒有帶槍 盾牌 怎麼樣 隨身都開始玩 重點不是 重點其實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收 跟這個關係的建立 那情收當然會隨著 就是時代變成不同的方式 以前可能就是 叫廣訓去打聽 去尋 去問 可是現在可能就還包包 各種網路的這種 收 就是關鍵字的撈取 對啊 定期訂閱你的臉書 然後 各方面的臉書 都可以按讚 對啊 那其實我有 我都做吉他訪談 然後他們有說 我感謝胡勞我 就是 為什麼幫他們 才比那個 行動行動 其實 讓你們其實應該 做寶房都要定期訂閱 就買 對啊 對啊 因為可以交包包出去 對啊 還以為幫你分析 這個運動整 就是 當然 但他 這個是某種 因為他們以前可能 你說 基本上情受很重要 我不是每天坐在警局 沒什麼都不做 然後等著今天 幫他睡覺場體來 我才開始了解說 他在做什麼 我必須要 掌握 我說這條體到底 平常是衝來不衝啊 然後代表是誰 然後他的訴求是什麼 他現在跟這個關係怎麼樣 我怎麼講 我怎麼 我跟他換 他會願意 你配合我 就是我就是要一個陪 我就是要一個情報 這樣 我說你不願意告訴我的部分 我也要有自己收集的房子 這樣子 那有些比較古典的器材 還要適用嘛 就像我去馬來的轄區 比較鄉下的人請查 他說他們也會不會抗爭啊 因為鄉下也是會有什麼火葬場啊 有化爐啊 有人沒的嘛 也是有 他說這個 在我們 他說以前我在當所長的時候 沒有泡不到的 沒有泡不到茶的人 意思就是說 在那個地區 人進網路市集密的時候 我 我今天聽說好像有哪些人 然後今天 我今天要蓋頭的化爐 然後我覺得 蓋頭的聽說是誰 我不認識沒關係 去管 去繞路區 一定有人 認識或接認識這個人 那 只要知道這個人 跟他哪裡觸摸 那個茶桌 想辦法擺出來 泡那個茶 那就有辦法跟他解除 所以就是 這個時候設有兩種關係 情報跟建立關係 就是說 我說要點情報之後 我們還要點關係 他在讀位區的話 可能比較難 泡到茶 或者喝到咖啡 那人就比較疏離 然後他們會再說 你如果真的很出來的話 那他就會去跟你 訂個片啊 說你好 我在阿吉 我阿發 然後 最大的 最大的 最大中的 這個 如果有 每一桶 今天這邊講說 我人民地位都虛弱 然後 然後 然後跟你 你好 有什麼事情 希望我們幫忙可以迎回 所以其實他不是跟你 說 我今天是 狹虛警官 你給我乖乖 是紅沛的 不是 他是透過這種關鍵建立 不管是傳統的泡茶 網路請收 或者是 就是說這種 就是現場直接告 就是 一看到你就先跟你 就是 有的甚至就會給你一些 所謂的情報 告訴你 他可能會去 你們要小心一點這樣 然後你就覺得 我就是 背心在這 對 對 然後我會說 甚至更赤裸的 說也有就是說 以後你有什麼事情報給我 那個獎金我給你 五分 哈哈 也有 我是沒有遇過啦 很期待 但是 可是你也不知道 他可能還拿多少 也是 這個很不怕我 其實通常沒有 對啊 他們大概都是自己給的 因為我知道很多 好 我們不要講多細 好 所以 所以說其實大家覺得 好像大家都會關注在衝突現場 而且平時才是重點 平時有沒有做好這些事情 關係到說 他們能不能在現場 用很低的成分 用彈就敗筆 就是這樣的事情 那再來就是說 他其實 雖然會好像 你覺得他好像很軟 然後說他 趕快跟你談啊 然後跟你拉關鍵 趕快說警察很弱啊 就是 可是其實他背後有個後蹲 就是說 萬一彈不下來的時候 他有兩個 第一個是法律 就是說 法律的話給他引大的才安全 比方說像我們說 大臣詬病那個管制區 管制區說 就是說警察執行長實際上 第六條 警察機關長官 可以就是依照怎麼處理 社會重大公安的資訊去畫 那他沒有說可以畫多少 對 他沒有說可以要畫多大 欸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就是什麼 就是國民黨開了衝場會 然後他那個旅館 說方圓起光 你全給你畫起來 然後你竟然變臨檢 這樣子 這就是他裁判權的部分 他就說 我並不是否定裁判權 這是本身 因為警察他臨場 他需要判斷 其實最直接裁判的人 是什麼 今天一個檢查拿棍在你前面 他那個內櫃要不要下去 那就是他的裁判權 對 他要不要使用這個警線 對你做出一個事實行為 所以你要很法律想說 這是他的裁判權 警察的特質 就是他裁判權 比法官啊 或是比一般公務人 然後護偵 那蓋章什麼 他的裁判權 就這樣那麼大 因為現場狀況很多變 這個是警察的一個特性 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也是他們的一個 就是 就是 後退 因為裁判權就有彈性 那彈性就是有籌碼 比方說如果沒有彈性 就是說我 說一說二的話 我也沒有辦法跟你說 我也沒有辦法跟你談判說 如果你跟我 給我配合 我就給你怎麼樣 我能給的 或是我不給的 這一定是他的材料 給我紅線 那很喜歡講其他 也很喜歡講紅線 說大家照紅線來 就沒有問題嘛 你不要畫過紅線 他們會忽略 他們會略問一件事情說 是誰畫紅線 等於他們拿來這紅綠 然後後來 把紅綠把你選起來 然後說 很中立的跟你說 大家都這種紅線 你不要過來 然後他需要 他就把紅綠 那個紅綠擦一擦 然後再畫一把就靠近你 這是紅綠 你不要過來 大家一把行證 所以就是說 這個材料 這個紅綠的指 不是那個法條 法條是定死的 其實他沒有立法的權利 可是那個是他 賦予他的材料權 可以讓他 就提供他一個 就是中立性的一個 這種 討論法規授權 這個部分 就是警察肯定的特性 再來就是示罵免責 就是說 其實台灣 其實大家 我以前講的他都不相信 所以 可是現在3214之後 我說其實 在那些警察打完 幾乎是不用 亂抓的就不用負責了 那這不用負責 有很多因素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講一下 基本上 很簡單的說 第一個你不知道他是誰 因為他有那個規築 算起來不知道他是誰 或者邊話就把他擋起來 一邊遮你也會罵你 這樣 一邊遮起來也會罵你 也不知道他是誰 身分辨識很困難 然後 他有很多就是 很亂七八糟的行政法規 然後 行政規則 就是說 你看我依這個規則 我可以怎麼樣 依我的行務計畫 你怎麼樣怎麼樣 那法院也不去管說 他這個行政規則 他自己內部的規定 你會提出法律 就是照單詮說的話 他可以說他自己也訂製出來規則來幫你 然後再來就是 檢察官不罷 這大家會知道說 就是檢察官其實那天 你們在現場就好 不是外面打人打人這樣子 如果今天是兩方洩鬥 然後兩方道場 怎麼可能做是他們做的 可是 那天打人打人 沒有理解 台灣不會整 沒有任何整辦鬥做 那邊要罵人名字書 那罵人名字書 他到時候你去 字書幣字書賺 他字書不受理 然後你還收到傳告說 因為你有字書 所以認定你 當天在現場 你有沒有法律 我還在查你 這種就是 體制性的報復會來 那最後到法官那一關的時候 你可以去看看相關的判決法官是 很極其的在 就是想辦法幫 就是 請幫 就是找線條 就是我也不是 不能理解他的心情 他會不會覺得說 畢竟他是執行公務啊 如果因為 這個就是 執行公務不懂法律 或是怎麼樣的 不清楚法律依據 你會看那個 判決處裡面的那個法庭 他找不出來 反而如果說 你查說 現在請問這個被告 請問你是依照我哪一條法律 對那個 之處人做這件事情 那我是警察啊 什麼法律 這種證實就會出來 就是說 可是最怕是這樣子 他還是會說 他沒有故意啊 他是主管認知 他在執行公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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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會 當然會覺得 影響上會覺得說 那警察都不知道 這執行公務法律 真的可怕 那我們到底要拿什麼 去管他 那可是其實變成是說 司法實務實在 現在你的現狀是這樣 那所以警察其實會知道 他會怕人麻煩 可是他其實 也並不會真的怕說 他因為 因為 就是 隨便先抓到這個人 我說為什麼學長會教你這個樣 因為這樣做 之後大部分的情況 會不會每次 學長 學長不會不要害人 他不會 就是叫你做音 他們實務上 他們一定實務上 覺得說其實我這樣做音 雖然沒有很強 沒有再打到這樣做 假設也不會有的事 所以 事先的知道 就是我們其實就是事前 跟事後的控制警察 事前法律沒有限制 事前法律還是給他們 還必須給你很大的採訊 而且在事後 沒有辦法對他的這個裁量 到底有沒有貼的法律 一直去做出 事後的這種究責的時候 這其實就是 阻罰要阻罰 不能可以這樣喬人後悔 他客氣 不是說他弱 是因為他有不夠後盾 他要簡單的解決事情 所以他這樣子處理 所以他做的手段是什麼 他用的 你可能行上一道的治癒 所以他比較好受罰 就是說 我與其就是 就是用棍子打到你聽話 我不如就說 把茶炮好 然後就說 就來啊大家來談嘛 大家好說話 這樣子 然後 你跟他說 那我能不能怎麼樣 這個不行欸 因為是因為違法社會資訊維護法啊 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很難做啦 不要為難我們 這樣子 關係 法律 然後等等的 說那 你怎麼樣好不好 所以你會覺得 警察你可能 走出這種 某分局的大門的時候 你會覺得 警察人真好這樣子 然後就很自願的 就是照他們的計畫來走 對 可是 那他 他對警察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說 今天他如果是用強制力去威嚇你的時候 變 大家都算他們真 本來就是有一個不確定性 就是我今天就是要跟這個體制 某種程度上的對抗 你出強力 我未必 會 配合你啊 我可能反而去找很多其他的程度 可是今天是你心甘情願的 答應我的時候 那這個東西的 這個東西的 這個自律性 其實某種程度比他 排除政治還要 還要強大 這樣子 那當然也不是說 你都會救回來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會 進行分類跟這個差別的分化 比方說 他就會知道說 所以是回到你們的情報 情報 他就知道說 有些團體是會不買的 有些團體是不申請 有些團體就是 之前 某種程度上次答應了之後 偷偷派一組繞到後門充電去 害我們他的面子 這些東西 他就掌握之後說 他可以把能量集中在 要 處理 就是 比較難 你要集中 然後可能他會跟 人間能可以聯盟過來 你就跟 比較溫和派人說 我覺得你們這個游行這樣 真的很危險 可是你們可不可以不要 跟某某某會合辦 你們可不可以 這樣子有難做 自己弄完 自己弄完 或是你叫他們不要這樣子 這樣有難做 就是說 那這樣子 睡完裡面他有二桌 那有些他就是 老蟲 這樣子 現在就老蟲 不要跟他 就是說 這種就是 內部的這種分裂 所以說 變成跟警察 比較不合作的團體 他在就是說 他在這個情況下 他會說外力的影響 然後運用內部才能專裂跟對立 或是某種貼標性的一種歧視的做法 那比較理想中 那就是說其實 抗生什麼也有很多 就是說 比如說 從溫和到經濟 那其實大家是看自己組織實力 還有這個運動 那個張力道 我必須要重來不重 其實大家都是理論基礎判斷 所以並沒有一個倫理性的手折 說衝是正義的 不衝就是腦 沒有這種東西 或是反過來說 衝就是腦洞 然後 不衝就是 沒有這種東西 可是 這種打開剛工具線的選項 會被這種分化 變成道德的一些人說 我們不衝 所以我或我們衝 我們在運動倫理的運動 運動倫理就會變成一個霸氣 然後 然後 手車已經到了 然後 我就編發 大家看到 然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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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做法會有機會爆彈 然後 這個我後面會再補充 我再去看過這些時間的東西 下一張是誰 那 基本上現在為什麼 他會這樣做起來 背後有一些 基本的就是 制度性的運動 運作 那這次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 基本的一些 台灣型男物體育狀態 首先那種 幾次的問題 就是說 他分成統治 分去複製 然後 你才會被 其中間體育狀態 這是什麼意思呢 在 在計 在計的時代啊 在計的時代 就是 就是所謂的 第一線的武裝部隊 他的主力其實是 憲兵 他是 他是憲兵 那有警總 那 可是後來說就是 解嚴之後 慢慢憲兵的角色說 當然是憲兵最好 可是之後其實在計 大家沒有那麼常開 你有沒有憲兵 只會你去衝 他警衛的地方 要從公府 或是官邸 不過你很少看到說 你去市政府 然後慶兵跑出來 不會 不會 所以他聽到說是警衛 他自己負責警衛 也有地方 所以那可是 呃 人從哪裡來 那歷史 都跳過 現在的狀況是說 就是說 雖然說各個地方 有他自己的一定的 所謂大隊 可是他就像 沒有一個很 龐大的 長輩的 就是 保安警察 證保 在那邊等 然後出動 那他怎麼辦 今天 假如說在某一區 發生抗爭了 那從那一區的機器開掉 把每一個 就是警察 都掛他有好裝備 那為什麼他每一年 受兩個禮拜左右的訓練 然後要驗收 然後說 所有的都一套證保 對不對 那有事的時候大家就 呃 就是趕快停休 然後或是什麼 趕快回去 然後把自己裝備拿了 然後到了美俠區所需的需要的地方 所以 他的這個主導體面 落在這個分區的這個 呃 就是 就是分局上 就是上 所以我這個 那以前是中央直接請這個下 我就派保安總隊倒入 然後 中央部的直接進去 現在是我要給地方招職 除非你需要 你需要支援的時候 我也是 呃 網上報 然後從這個 呃 就是 比方說我一個區域不行 就是要試 試去調別區的 試不行的 我就叫 警政史去調全國警察 所以變成說 這個分 分層這件事情 會影響到說 最後你會選在誰手上 不過大家也記得說 像這個 就是 呃 剛剛之前 呃 就是整個運動 或是 有些新聞是說 台南高雄 就是第二手 像不加上說 再戰我們 我們拒絕 資源 呃 就是 資源 至於我們的這個 台南市警察 或是高雄市警察 北上資源 那其實就是說 他分層是到 去調牌 那 換句話說 為什麼可能這樣 就是因為 呃 其實大家想要騎警察平常很小 就是 他的工作數量很長 然後所以說 要做這種刑務 對他們來講的資產很大 因為日常 他們並不是專門的這包警察 所有都有 本來的事情 那 要同時做本來的事情 然後又要同時做這個 就是 然後如果誰要過場的話 所以這對警察的人力 在現在的事實上 警察的力資源 像 警封的情況之下 能夠低成本的警 他會比較傾向低成本的警權 今天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他像以前一樣 他這包部隊 隨時有警器人 可能在基地裡面 一叫 半小時在全部倒場的時候 他就沒有這個 人力資源的壓力的時候 他就不會 就是需要去尋求 以嫌安為主的這個 這個解決廣告 那還有警察文化 是文化 你會去讀警察教材 或是警察他們的一些學識 他們學識必要 學識面論文 那他基本上還是 會把就是反而 什麼叫離型意識 離型意識這種軍事化的 有看法就是說 我們是有敵我的 那些警察本來不應該有敵我 因為警察對內 所有的都是人員 你犯了法你也還是人員 你不會因為 你犯了法 你就沒有人權 或是我就不庸去照顧你 就說 我抓了你 你受傷 我還是要給你醫療 你肚子 我還是要給你吃便當 這樣子 那如果是軍人類敵人的話 當然就沒有這種 這種需求 就是因為我們的目標 要戰爭 不知道是監獄的 可是你在現場 有人會聽到說 比如說 吳奧人權怎麼樣 警察會跟你說 都出來抗爭 這樣怎麼人權 吳奧人權 吳奧人權冒出來抗爭 這樣子 對 或是你跟警察 法官會問你說 你為什麼不坐在家裡就好 你夠輸 你才覺得警察隊 怎麼樣 有道理 其實警察跟我有什麼關係 有些 紀錄律師多少人知道 就是說 都已經違法了 這樣也是剛好 對啊 那意思就是說 這是什麼意思 當你出外反對政府的時候 你就陷入一種 你成為這個國家的敵人 你就是不再是我們這個國家的國民 所以我們 程序保障的人權 我們剝奪也是 就是剛好 為什麼會覺得剛好 其實是背後這個 從以前 軍事界時代的那種 就是批 反正不只是批 這個意思 他不會覺得說 你是人權 很為難說 他怎麼保障 結果反正幫你搬你一點意思 那可是 他的工具是什麼 其實大家講到說 他的工具 不是只有靠近工具 他其實是 他的靈活使用法律 然後他就說 我知道 法律 有一些優惠安全 然後我覺得靈活跟法律 讓你就犯 所以 今天那個 你跟他說 可是我想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跟他們 有一些衝突 他不是拍說是嚇你 說你怎樣 然後他會很客氣告訴你說 可是這樣會不會有本事 要滿地幾條 你知道到時候會很這樣 不好的啊 或者像我之前經歷過 他就說什麼 你知道 我看 那個人說 我看你和我兒子差不多大 你的面臺 他都會有前途 這個 你知道有什麼叫良民證嗎 你到時候 萬一出了什麼 你出了什麼事對不對 沒有到時候拿到良民證 你的錢就毀了啦 我也是很不敢 我也是很 覺得很捨不得啊 捨不得啦 不要這樣好不好配合一下 這樣子 所以 這個法是工具型的 他不是說 他就要直把人 直把人 他就說 我們要嚴守法律的精神 而其實事實際上是長過來 是說 欸法是我們來 對付你的 處理 處理你的工具 是我們警察工作 並沒有要認真 可是我法律抓過來 我就把他連結到來做 所以法律可能別有 別有其他的目的 或是他的用途 我就想把他連結到 處理他們這些事情 然後來使用他 因為 就是主要是工作 然後在選擇性處理 有一個大部分說 就是他 他大概有差別 對於就是 配合很好的點 然後對 激烈你 還有警戒你 然後在順便裡 就是把他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聰明的 就是基於情報的選擇性 所以就是 不是說你誰來我都打 我都買打的 就是這個樣子 那再來說 政治部門 就是剛剛提到說 雖然警察的 那個形式上的組織 還是 警政處理下一條片的組織形式 可是在我們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 我們在地方自治的時候 很大的爭取就會說 到底 地方的縣市警察局長的人 是聽誰的那件事情 就是說 我地方自然說 我一定要受到負責 可是 我的警察局長是 結論派下來的 但是結論怎麼會 這個 這個台北市警察局長 要買我隔壁的帳嗎 這是一個問題 對 那好幾次是 就是只要政治衝擊 就是說 你派我不爽來 我就把什麼 其他局長的門封起來 或不讓他上班 有的沒的這樣子 那 到最後 其實現在形式上的人事權 是在 警政處理所長 就是我還是沒有辦法 是有地方直接認定 可是 警政處理在決定 該縣市警察局長的人權的時候 他會 爭取或是權取 會有這種一些 政治經驗方式 事前取得 地方所長的這個 所以這是實質的人事權在 高階警官實質的人事權在 所以說其實 如果你 其實顧守那個 警察法規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柯文哲 當初對什麼 信義分局長說什麼 如果還是法輪功跟 那個 那個 我們又再硬一打起來的話 你就會想說沒什麼之類的 其實在警戒原事 其實他是沒有直接 這個人事上的全面 就把它拔掉 所以這種間接實質的人事權 然後再加很多預算 都是這種地方 不是地方在什麼 所以說 地方在地緣 所以地方的這個 就是 首長 他要天預算 要省預算 就是 會必須要去 從地方出地方警察 因為地方警察 就必須要馬 要聽這些人的話 那再加上前面講說 現在的主力 不是中央直屬的 所謂的保安三個 保警三個大隊 而是地方 其實是這個處理的時候 主力的時候 地方政治的影響 就會變強 所以就會變得更加複雜 所以我越 我比較柔軟一點 我比較能夠 談判協商 然後去 談到各種 這個 橋 各方來橋的這個空間 是會比我 一律才有強硬色的措施 要能夠更的因應這種 比以前更複雜 以前我只要聽 也打過密集 對 就是我一直聽的 就是從上往下 會有這種矛盾 這樣 現在不這樣 對 現在一直到中央的地方 其實這個問題 現在沒有解決 所以其實中央的地方 隨時可能會再發生矛盾 台灣之前矛盾的地方 在像洪山區的時候 然後現在兩天你實行 中央執政者的地方 分裂的時候 分裂的時候 那所以像剛剛我們講說 台南跟高人威脅 那種不願意支援緊密 也是一種分裂啊 那講得比較好笑的是說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318期間 然後苗栗也請他來支援 大家都來支援 苗栗也請他來支援 然後劉振鴻啊 就是為了要表示他的支持 跟慰勞 所以他去發了 航拉爾婦零券給 有北上支援的援請 然後一次可以 一次支援 要買回來多少 可是大家知道 苗栗後來才是很困難嘛 所以 那個 然後後來 他也出去收帳 他就收不到 那李倦錢 對 然後 然後就有一個新聞說什麼 就是 你老闆現在很多說什麼 我是帶領警政署 慰勞 那個 獎勵陷阱 那 組織上你們還是直訴領政署 所以那個李倦錢是 要跟領政署 對 就說你巴黎修牛貨嘛 就是有一個 這邊可以看老師 我算起來笑 看如果一定要有那種 欸 中央的地方到底誰賣 誰負責只要指揮 就在場下 那是一個沒有解決的狀態 那在媒體的部分 我們現在看到 今天有剛才拿直播主 就是說 其實個人化的這種 攝錄器材 那如果 就是說其實 稍 稍微有點年紀 像我小時候 對 就是說 就是相機 還要裝底片的那個散彈 這麼久以前嗎 好 就是說 拍東西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 很不容易的事情 就是說 要拍一張照片 很慎重 就是說 影片很貴啊 然後相機也不便宜 然後很大 所以說 收證變成是 很容易被 被盯住 是因為你直接 你能夠拍的很少很少 所以你會說 這個要不要 然後把他罵回去之類的 因為 體積大 又難 現在 社會系統都個人化 所有人手上都帶著一個 就是手 手機 而且加上社群網 好讚唯一 這個手機不是只有拍 他可能即時就 或是 只要三秒鐘後 就 這個照片就會上到一個 警察沒有辦法組織到傳播的地方 個人變得心很害 然後這樣 就是更組織化 就是除了個人 就要公民也出現 所以對警察來講說 他以前只要 處理好 主人為例就好 我只要確保 大家都 大家都 都沒有看過 有聽過就是說 他們會把記者趕出去嗎 就是 就是把記者 趕下那個天橋 搭到那個 就是 就是其實寫了那個天橋 趕下天橋 或是用珍寶網 推出去 然後回起來 然後就可以關門 然後就怎樣 他就知道了這樣子 對 這其實是 就是從你來的就是這樣 可是現在我把記者趕走了 然後 可是我不知道誰身上 還藏了一隻手機 偷偷在錄渡 對 然後說裡面有直播主 我們要抓出來 所以現在就先抓直播主 或先抓公民記者 或說先 就是什麼 就是什麼 管理三天 先搶手機這樣子 對其實就是說 對請來講 其實 他們如果說被第一線 被搜證到的話 他們在現場搜證的那個 借用範圍在現場搜證 我拍你 你不能拍我這個優勢 來 就是來 突免於 就是說你沒有證據 你沒辦法告我答應 其實對請來沒有這樣子 你沒證據怎麼搞 你被打啊 證據要出來啊 不知道 然後我都被打了 我還拍 那你沒講不出來 就沒有 證據優勢不消失 然後在語言上 變得比較鼓勵 所以這其實是 就是智能下去 很主要的那個力量 然後再是抗扔者 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抗扔者 打法力戰 其實第一要選手 就是以前的供應律師 是一個就是這樣吸有 非常吸有資源 可是你自己撥大條 大家都自己處理 這樣子 對可是現在就是說 這幾年 就是像報告教育在內 其實供應律的社群 比以前要擴大 非常多 那所以相對於我們 比較有餘力去完善的 去幫就是 空能人去變化 或者去甚至更前端的 他進警察局 就有人去陪生 讓他不會講 奇怪的法律 對 然後甚至說我們可以去 就是追訴一些 比較誇張的法案子 那其實是這現在一個 就是法律事業的成績 或者是一個 現在有大的 然後再來說 就是台灣其實是一個 就是非報告為主 但講說非報告 當然不是帶有沒衝突 就是說我們沒有 就是傷害人生 或是傷害人生 我一看不成主要目的 所以就是說 所以我講這樣 譬明就是說 那個基本上推擊 或是什麼樣 那個基本上還是有 背包的反衝這樣子 那是台灣的特性 因為有一些國家 他可能有 暴力會 就是暴力會的傳統 甚至有一些國家 他有一些遊戲對傳統的東西 會有暴力會 然後可能會有 就是 一些兔子 有的氣 然後甚至說會襲擊 會襲擊 襲擊襲擊 然後他們的信念就是說 我們就是要 消滅 消滅這個 外國的資本主義體制 所以這樣大家都怎麼狂 所以你就去死吧 這樣子 可是台灣基本上沒有這樣的 這種目前的路線 那這個其實也是影響到說 就是說 他有沒有理由去強化武裝 很正當性的問題 如果有這樣的反應存在 他很強烈對所有的人 他會很正好 因為我們會有很可怕的 因為我們有很致命的威脅 所以我也要去被很致命的 武力去找 對 可是在台灣這張信息其實是比較低的 這樣子 對 然後很簡單把台灣現在這種 模式的介紹 我們現在知道 好 那介紹就是 那我們該怎麼辦 那其實很詳細的就寫在 手冊裡面 那我今天就是舉 這樣講都是抽 比較抽象的東西 大原則啊 然後制度性的面向 然後我們現在看一下實力 這樣子 像這樣 就是說 呃 這個跳舞的把面積實際的關係 就是說這個是 手冊的前提也 因為有些地方我沒有帶足夠 所以就問 那這個請大家看 那行進第一 就是說 欸 在行動之前 就是說 我看到這個選舉之前啊 然後想去開記者會啊 然後就你去 你乖乖乖請就當國 管理就說我會去報仇 然後如果選舉期間 是那個很敏感啊 上面不會準啊 就是叫他才自己把 這個 撤回來這樣子 那這個中間就是 其實都是改編自 某些 中間是某些案例啊 不過如果就是 反正這邊的 主橋 所以 我們這邊講 具體的跟大家說明什麼 第一個就是說 現在請問一下 才許可試情況下 那警察都會說 我們是準則許可啊 你看我們 那個被駁回的案件啊 每一年都只有什麼 百分之零點零五之類的 可是大家特別看到 其實有 其實他有看的統計上 有許可 然後駁回 跟 未申請 所以說未申請呢 就是我們沒有 沒有你來申請的紀錄 可是你就上街了 對 這什麼意思 其實其實常常就是國伍 就是說他們知道說 國伍鬼會 這個 留下一個計劃 你可能會去 打籤訴訟物理之類的 所以說 可以喬掉的 你自己撤回來 如果大家 如果有一些經驗 可能會說 你去D的時候 他收件都不收件 啊 這不可以啊 我們現在不可以 不要這樣 或者他跟你喬 就是說 就是說 你那個許可 其實是一個 接受了他的協商之後 然後才 許可你這樣子 然後可能後來 不然他就直接 壓制入管 這樣子 所以說他其實是 許可事實上 所以他重點不是在於那個 博迴的權利 不是在說 我會一直博迴 一直博迴 一直博迴 然後 所以 我去問他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們都很瘋狂 我們都 就是 你看我們的博迴數據都很少 可是那個 會申請很多 對 會申請的帳件很多 那其實就是這個 材料在運作 所以我在市場的時候 他的模式不是說 我很硬的 在法律上 硬碰硬碰把你毀掉 而是我用很多 喬的方式去 讓你不就飯 我用 沒有紀錄的方式 你自己把它撤回來 這個我不會做 這樣子 那 所以你看 就是說 然後這裡面 就是管缺國中同學 對 那這次真的有發生過 這就是國中同學 然後 然後 那個報紙還沒有是說 那個什麼 他財啊 你被利用了 你知道嗎 這樣子 這個我們做警察都很清楚啊 你們看那個環保環體啊 都是自男子 不要這樣 你這個 就是你沒事不要自男子 這樣子 欸 所以他自己同學啊 然後 對啊 或是說 非常戲劇心眼就是說 什麼 大家在那個 大家在那個 什麼 然後有每一照片 就說什麼 然後本來警察 他們兩個是同學 然後就什麼 鄉永和其 好感動一拍下來 好像有類似這樣的照片 可是我們聽到 訪談室教的 他只是說 真的碰到公共同學啊 然後後來去練習專 就是 公共同學 然後後來去練習專 然後真的碰到 然後雙方認了一下之後 他後來就說 哎 你被騙了 然後就把他抓走 還是把他壓下去 背著這樣子 所以說 這個其實是 你的這個協商 其實是一個被協商的事情 就是說 你最後是同意 或是不同意的 或你也沒有覺得 你被強硬的魔鬼 那你就碰到很軟的釘子 可是結果就是 你還是要選擇說 你要違法的上街 還是要接受 比方說 你看這個最後可能是 哎 事故前面很敏感 不然我去 什麼地方 來我安排你 對 你要去那個 沈浸區 對 我安排去沈浸區 或是說 你不要去世子前面 你在議會前面開一下 我們都會幫你配合這樣子 那其實障礙 你最後覺得說 人好好好幫忙想辦法 就沒有想到說 這個障礙在這裡造成 我們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這種材料 我不是強硬的破壞 跟這種 要用關心法的力量 你雙方壓力下 然後跟你協商 然後讓你自願這件事情 其實還是 所謂的被自願 我覺得 這次憲令也是 就是說 你法律上可以拒絕 然後可以說 我去拍拐 這樣子 對 然後那個化妝 跟這個化妝不太一樣 對 只是說這種話術 這種話術 其實才是 警察實務上的一個 就是 使用的工具 精神 這樣子 對 比方說 我在決定說 日本警察的訓練 就是說 日本警察那個身份查證 他說你身份證交不出來 或是交出來我覺得 可以直接強制 把你壓回 派出所 查你三小時 警察實務上 電力又要一起來 這樣的問題 然後所以現場 或是什麼 碰到警察 然後 為什麼拿出來 抓回去 然後為什麼抓到我 然後說 我是依照 警察實務行法 壓你回三小時 而日本的警察官職務行事法 是沒有強制的 這時候就是說 呃 如果 聲證不拿出來 我可以 在他自願的情況下 就是 帶他回 他又說 查他三小時 然後我們台灣號稱 當初是 按照什麼立法力 可是把自願跟統一 跟強制改了 這樣子 對 不過我們寫的很區議 他也說 他如果沒有反 他如果沒有抗拒 就不使用強制力 講到好像很違反 因為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要反 就什麼強制 然後跟強制有差 對 就是 所以現在的集合法 正願版沒有 大家會放心 他們不違法 我們就不強制區議 但是想說 強制區議有什麼差別 一一樣的事情 對 可是所以 資本來訓練很強調 我只要利用各種畫室 讓這個人 點下那個頭 然後跟你趕快 兩個分局區 這些事 他們就是訓練很重 對 你可以 不要統一啊 這是自願的 好 那下一個 咦 咦 為什麼 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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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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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給我看身體治療 那你好歹只要罰我才想去罰 那可是 常常我們法律效果是說你跟他要罰 就是說你去問這一方人 大家久不久跟你說 每次問一手擺到檢查就會暴露 然後就會踩到開關 然後就開啟空戰式模式就把你抓到什麼 就是說那個 其他這些檢查規定都罰 應該要說明是你 可是實際上的實況就是這樣 所以現場警察他在裁量 他說藥裝不知道是他的這個裁量 他就問你可能 你有沒有哪條法律可能是你 你是不是現行犯管抓 你是警察必要的財產權 那可是現場他是沒有在管路法 他不一定管路法上浮賴 所以他其實有現抓 現抓帶錯的樣子 那現抓帶的都其實是反過來 我們的法律家有先說再抓 就說我要判斷你什麼事 你現在是什麼原因 我要遇到哪條法律 我告訴你權益之後我幫你抓著 這是打一段設想的流程 我今天是查證是那邊有自殺老師 我今天是社會違法 強制通知到產 我今天是刑事書碼現行犯 我要講清楚 行事書碼那你要說哪一 你是哪一條 你是做成事情 然後哪一條 我抓你 可是常常是可以先抓回去 然後你就會 他就手邊看到什麼 看來看法律 哪一條 哪一條 雖然現場說你是現行犯 但是回警察你還會說 沒有啦 你強制通知你到處 然後如果法律書 然後如果經過你財務證 他直接轉你回去說 然後你就看到所長 我們就各退一步嘛 你就說你自願到處 對 對啊 可是齁 如果你真的要追究 我們真的要辦 你就有辦法辦 你啦 假設辦不了 這樣大家看我們對退一步 兩槍勝報都好 你不要出去亂講 我們拍誰啊 對 就是像這種 甚至聽到 就是真的在 手要再圓滑一點 甚至什麼送水果 吃肉送的水果 我會問一下所長 你有沒有付過照片 這樣子 所以其實現在要再說 其實是一個執法的一個常態 那其實背後就是說 他說反正你背後 你去法院高照圍 然後去進行什麼之類的 法院也不會贏 其實還不然不會辦 可能就是問題是這樣子 他應該要看他不會辦 所以我現在要再說 可能也就是 比較方便 我先 現場先講定死 萬一 你事實話可以追究說 你講的根本就是 你說這個 你說身份查證 在這個案子裡面 你說 你說說明說 我說我現在依警察 這邊行事法 就是怎樣怎樣 然後就是要 我說喔 原來是只要出生 你不能抓我 那我出生長出來 那你不能抓我 那我把他抓走 這個問題就沒辦法 這樣子 或是說 會不會搶啊 像之前我們常常過的場子 就是那個 就是分局長 就很明確的 喊出了 怎麼現在站下去 我就要依警察圈 等 不要心打 那個巨重 什麼強暴權 或 對 你說 巨重不遵定解散嗎 對對對 然後可是那個有要件是 異圖強暴邪迫 對 然後那個時候 現場大家都沒有聽過 然後開始 低下 大家開始聽口號手機 30秒後開始搶回去 說 那要強暴邪迫啊 我不是強暴邪迫啊 這是什麼事情嗎 對啊 對啊 對就是像個像這樣的情況 所以先照片來說是比較方便 只是微罷衝 這樣子 然後下一個 那行動之後 那行動之後 行動之後 就是說 這個現在的情境要自己看 我想說快一點 就是說 其實 就是說 大家可能集合法集合還沒用 可是其實根據我們 很明顯我記得要做的一個 就是 2011 我們去年 2015年 做2014年 全台灣議審法院的 這個 跟抗爭相關的 案件調查 這很累啊 就是要人工 就是圖房 沒有系統 對因為沒有系統說 抗爭相關案件 然後就跑出來 因為趕快 趕快公務很多類型啊 喝醉都大到一場 也是趕快公務多啊 其實那個真的大多 那個真的比較多 這樣子 其實沒有那麼多 那我們之後撈出345件 就是抗爭相關 一審判決 刑事判決案件 然後 集合法有7件 可是 趕快公務有18件 對 就是趕快公務有18件 所以你看 就是一年 那你說這個 2014年 一審判決的下 可能他的行為 是在2011或2012 大家知道 早上有一個審理的期間 對不對 那所以這種 我們可以很明確的說出 說其實現在 那其實有些警官他們 在私下調查的訪判 他們也有一個說 現在集合法 其實法院強調比較緊 所以其實比較不好用 對 那所以其實訪判公務 其實是 目前司法體系比較認同的 就是比較容易 定罪的一個訪判 所以 警察也是會進步 也是會看風向 甚至有警察說 我說 我就是每次教育宣都講 不要讓集合法 訪判公務這麼好嗎 這樣子 最新鮮的會 很具體的就是 他有說 他有具體的跟他下午傳達 就是 這件事情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 他還有要說明說 集合法為什麼現在 法院屋賣單 因為被說是惡法 對 然後現在這個 很難勝定 所以其實這種 我們要注意的是 不只 但集合法還有 因為 他已經被罵了幾十年了 可是 其實現在有這種轉變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小心 包括妨害公務啊 包括 這個什麼 侵入住去啊 什麼傷惑罪啊 所謂的執事為誤犯 是不是有誤法的 什麼 妨害安理秩序啊 等等 其實有很多周邊的法院 一些警察都 他們的教團員都準備好 就是都很常的法規列 都什麼 情況下你給我什麼可以弄他 什麼情況下你什麼可以弄他 所以我們停在集合法 不行 這是第一名 所以我們還要在那個 所以變得那麼厚 就是因為什麼狀況 我們要聽到 什麼法要寫進去 還變那麼厚 再來就是無責的體系 就是說 好像 我去地點主告 好像都 都 他就去告警的傷害 然後地點主都查不到是誰 那這個 前面以前講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其實要注意的是 對社會關係的傷害 這其實是個比較少談到 就是說 因為法律 法律上有判決書 然後你被罰金 或什麼 然後大家都看得到 可是其實這個 就是偵辦 他這種 就是司法的 司法的過程 他的 或是說偵查行為 他其實對一個人的傷害 其實不是只有說 讓你罰法律很累 或是罰金的金錢 拆在所上 雖然法律上 只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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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受傷這個部分 可是其實他會傷害野心的狀態 他會傷破壞的身體 他會失戀你的社會關係 最常見的劇 當然很多時候 就是說 你在台北列書 然後存到競爭老家 然後 爸媽 就是大 後來大哭 說 你怎麼可以搞 你為什麼要去搞 這些有個沒有的 就是 都已經提過 而且就是這樣子 三五年看都是 這個樣子 不過說 就是開始 運動門那一步 他就有人這樣指 為什麼你 我又被告 然後你都躲在旁邊 為什麼你都沒事 之類的 很感謝86博明眼鏡 對 其實 其實 對 其實就是做運動者 我們更要注意說 就是要想要去 不是只有說 要給泰育士給他而已 我們要注意說 運動內部的分別 跟他的這種 人性的形狀態的支撐 的問題 其實是更能夠 更能夠就是 其實是 其實是 能夠給你的傷害 其實 某種程度對補片來講 其實我不怕那個最後出來 三萬塊發出 因為工會幫我繳掉 可是我可能沒有辦法 承受我家人 我可能沒有辦法 這樣 對 下一張 對 那我們剛剛講 其中一些比較個人 然後 我個人不要違法 個人會不會辦什麼 那其實我們 當然也是希望說 我們 剛剛講的一些其他作品 背後有些結構 應該是什麼 那我們是不是 除了防衛制之外 我們要在 改變結構 這就不是 手冊的方法裡面 主要是說 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 這樣子 好 下一張 對 除了個人 課則沒有改變結構 有一些可能的對稱 那當然這個不是 所有的 歡迎大家一起來考慮 首先就是說 有一些法律很好修 比方說幾有法律 現在 討論的很 就是很好 反正說幾有法律 要不要跟警察命令解散的權限 需不需要尋可 還是只要報備 如果報備的話 就沒有那個 就是不需要尋求 因為 我弟出去我不要理你 我弟出去我不要理你 那你沒有那個選法權 你就沒有標標 然後再來就是刑罰裡面 三國最要不要 要不要留著 然後五路公署 五路公署 對 五路公署 防太公 對 防太公署可能 要在一個人 要修 可是五路公署 公署到底有什麼民進權可言 這不是給人罵的嗎 是不是 你又去查五路公署的案例啊 就是為何剛好 就是說三國相關的研究機構 他很好笑 他其實是以前曾經 被他用過做什麼 對付民進黨意識抗爭 所以大家知道我早期的民進黨 因為習慈很少 那時候還是那個 沒有完全沒開學的時代 就會有什麼潑水啊 什麼大家都應該知道 然後他們就會去 教學團官進來 辦民進黨的立法院 五路立法院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這段是別的 你的學範圍呢 還是真的 就會有很多爭議 然後還真的有犯過 也罪了 那個人家已經難關 然後就潑了水吧 就是主席在那邊潑水 然後說到五路的那個主席 就是立法院 然後警察就是刑事法 就是說我們對保治區的這種話題 是不是比較有限制 或是說警察現在說 只要著制服 或出示證件 惡選不明 可是我們不知道有很多制服 他是說我戴個帽上面寫刑警 然後每次刑大陣都是制服 那其實我們不知道就是 你知道你是警察 所以我說要被一些刑警 我知道你是警察 可是我並不知道你是哪一個警察 大家知道這個差別嗎 我說我知道你是警察 先排除炸給你警察 我知道你是警察 可能就是 可以去網路說 好四個字是警察 要是警察 可是我沒辦法追蹤你的 因為我不知道你是哪一個警察 或甚至說就是 我去問的時候 我就會跟你說 我找不到那個警察 我找不到那個警察 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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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是社違法 就是大家如果 可能很少用它 因為它現在案件量很少 可是去翻一下的話 社違法有91種 就是違續行為 然後有一個警察 有一個警察 就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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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能跟我們說 就是社違法就是一個 你既然走到路上 就是你找不到社違法辦 至少 除非你開會空中 或是至少有趕快交通 之類的 然後你 你那個 你如果喊口號 就是知道 通通常訴 然後你跟警察 就是有很多反周正是這個 以不當行為 家租與公務 也成殺 就是社違法是一個 就是很用很細的東西 一千萬萬用 很萬用的東西 那社違法到底還有行動 這也是大一個問題 然後再說 要檢討一些行政規則 其實大家 我一定沒有聽過 其實有一份東西叫做 警察機關處理聚眾活動作業程序 對 這東西呢 是 是機密喔 是一般公務機密喔 對 就是 就是 到現在立法院怎麼樣 他都可以說 這是機密 這是機密 所以其實我們在書上 真正就是 說話的那一份 內部SOP 是機密 可是你告他 他會拿出來 跟你說我依法行政 因為那是 因為法官 對 你去查辦人書的時候 他就會說 我依照就是會成P警察 然後對著你 然後反正 OK 你依法行政 然後人家說 他罰了耶 然後不然有機會 對 這是實際上的狀況 就他們現在就是 別人自己的 自己的 不能告訴你 可是我也來辦 然後再來就是 教育推特 我們今天就是 對這個 行政規則其實 我們要 把它揪出來 解釋說 我們當然承認說 其實機關有一定行規的權行 不是要廢道到這件事情 可是這些東西 我抵觸法律 然後人民是不是知道 就是人民 你可以定 我可以知道 那 你如果 你法律 法律不能抵觸法律 你如果當作 或抵觸法律 我是不是應該 有地方要的 也許滿費 我施壓滿費 那現在他的劣跡 我也看不看不到 我們要怎麼樣 甚至在靈性的判決中找到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去抵抗 他裡面的破權條款 這個辦法 那教育推特 我們讓我們今天做的就是說 這個多個大家 就是 講一下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健全 就是 法律 後緣這些 他們的資源體系 然後包括 公益率 這種網絡 然後或者說 有些就是 現在有些心理治療的網絡 就是說透過這種 或支持網絡的力量 來減輕 國家對抗爭者的那種 就是 各在各種層面的傷害 然後再來就是說 警政體制的改革 真正的說話話 然後說克責的體制 就是 要怎麼樣 比方說我們如果以後都規定要 帶那種馬拉松 選手的兵號牌 很大錢就用後備的話 是不是就是 可以 就是比較 至少能找不到 那警察其實有督察 那督察到這種時候 就查不到這樣子 督察就是變得不查 那 督察體系要不要繼續 要去叫警政體內部去做 還是說我們可以有 這個 如果有其他的 這個調查機制 或是說 國會的揭露 而且很麻煩 在台灣講到這個 監裁員就跳出來說 如果我監裁員在這搞定 我就搞定 對 然後 海前會現在在說 要 要 要台外有國家人權委員會 可是監裁員說 我們就是國家委員人權委員會 就是會有 這當然是 就是怎麼提出個方向 然後教育體制 就是現在大家 警察其實 警察教育書 然後是 警察考試的參考書 其實坊間都買得到 對 就是要考進 就其實 大家有看到裡面 關於居眾不夠內容 其實沒有啊 對啊 為什麼可以這樣教啊 為什麼可以教這個 就是很多 就是警大的 這個學者寫出來 如果我們那個 美伊島還是亂打 對啊 那我說這個 那個美伊島世代都已經 就是 上不去又下來了 然後 阿扁都 關心又放出來了 然後美伊島亂打 這到底怎麼回事 這樣子 對 其實有很多我們 意想不到的那種 意識形態的殘留 還留在某些 體系員然後不斷的複製 所以說那個 這個時候 你被反感你被騙了 那一定是他背後有他 他會覺得他抗戰的同學被騙了 一定是他有一套 就是建構真實 跟歷史認知的一套 知識體在背後執程 而不是只是他個人的 平的或是認知的 教育體 警察教育是他修改 然後勞動問題 就是勞動問題 那是一個比較微妙的地方 可是當然有人說 那今天 警察說為什麼台灣警察可以 就是跟你好 其實有一個關鍵就是 其實有一個關鍵是說 如果你跟國外比較的話 有一個關鍵是說 台灣警察加班沒有復合可以 就是說台灣警察是這樣 就是說 我每一個人叫超級今天 超級今天 對不對 人家說 白話來加班可以 就是每個人有什麼上限 然後每個限制不一樣 那 沒有 額度 是預算的 額度 就是說 一萬多少多少 一萬二啊 一萬三一萬八 然後比如說你今天 我們今天 我們每一個人就是一萬二 而且警察日常就要超級 那警察 你如果去看那個警專招生 廣告他會寫說什麼 我們警察收入超棒的啦 就是每 那個 本薪多少之外呢 就是只要我們每個月固定都可以加班到八十八到一百小時 合計 合計 合計這個 就是 合計超級今天就是 警察收超好的 超賺這樣子 那當然知道 勞記法規定的那個 一般老公的加班上面多少 是一個月四十六小時 所以我們也是內建就是 就是 搭狗的就是 加班啊 跟你說警察力超風險 其實超喜悍 可是他可以 他招生 你看到最後的樂器 你看到最後的樂器 你看到上面講話 一班就十二小時啊 就知道 其實法律規定 例外四十五 他就是常態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就說 那報了怎麼辦 比方說他應該有事情 警察力在輪班 報了怎麼辦 他報了怎麼辦 好像超過五十二小時 機制加獎 五十二機制加獎 對 那這樣還可以幹嘛 因為台灣是規定說 警員跟警官是分開的 警官跟警官是分開的 警官跟警官是分開的 你警員熬一輩子之後 還是有警官 就是只能生什麼尋找什麼 就是 你那個家長對你來說 是沒有必用的 所以 我要是拿五十二小時 你的五十二小時的老公公 你換一張 就是 歪寶寶 歪寶寶寶 歪寶寶寶 所以很多 很多過勞史的計程警員 那個 在那個 講到他的時候 都會說 他很 很盡責啊 你看他家長超多 這樣 所以 國外 國外有些案子是怎麼樣 就是說 比如說 我昨天舉個例子 我今天就是 那個 對岸要來 然後我們在什麼 就是 宜蘭辦一個什麼 下張會 然後因為很多人抗議 然後就是 出動宜蘭警察 然後職辦好多天 就為了維護他們的那個 尊重的 安靜的 開會 好 然後最後一段開完之後 如果都要照算家庭廢話 誰慢開 宜蘭縣政府 還是 認署 對 在國外就有這種 開那種國際公務會 然後為了要躲抗爭者 就跑到那種鳥不拉屎的 小鎮去辦 小鎮財政那個就算很少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警政機 就跟他們請 然後請到他們 就是 就破產 然後跟聯邦請 就說嘿你 我當一個 會議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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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來請款說請 我家會資料 不要講遠近一點的話 我記得好像 雨傘革命期間 香港人來照算家庭廢 我記得他們好像追價 好像大概7000萬 港幣左右預算 在支應那個相當的便當 或什麼資料 對 所以 財政這個是 勞動這個 其實其實是 兩邊的 有些說他稅比較少達 比較窮 可是其實 台灣警察可以這樣操 因為 只要印加很好 對 對 像我現在那時候 苗栗大谷 那時候去 現在去辦音樂會的時候 然後除了 警衛那個 現在的警察之外 有時候好像叫200警察 就把他拿架圍起來 然後 沒有根本有人去 就是像這樣子 其實警衛的濫用 怎麼壓制的話 對 像說透過這種 財政的手段 然後又 議會去檢渡他 可能是 其中一個比較愉快的 是一個可能的入境 那就是權責的已經有了 到中央的地方 到底誰管會 對 然後像我們在這個 可能他機會 可能可以說 就是三一八國賠之後 最後賠錢是誰 是泰國師 是泰國師的 泰國師的 泰國師的 這個問題 就是權責到底 誰負責 對 然後捍衛新聞自由 對 就是說其實 新聞自由其實 沒有那麼害怕 就是硬的打壓 害怕 就是害怕軟收 跟糞化 比方說 商業媒體可以進來 風靡媒體沒事我再去 這種 那如果主流媒體沒有認為 沒有認知說 所有的新聞自由 應該是一個 一體的無條件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會 就會被利益 或是說 你如果為了要安全 而輕鬆的 這個 採訪 所以你就接受了採訪權 或是你就接受了警方 為了 官方的稿 對 然後有些國家 仰的更側臉 就是說 還在採訊 就是說這個登記 記者要登記 只跟人家一登記 如果我也不是記者的事 會變成大 或是甚麼事 那像是我們就是說 能不能 我們捍衛新聞自由 他們一個打壓跟軟的收買 都捍衛新聞自由的 那個 決心跟行動的流程 其實也很直接的理想到 抗爭者 在現場被保固 或是事後救成人 不能救成 所以我們 這個程度已經在這 然後他在進行相關研究 就是說 所以大家也是 就是 雖然念書 可能沒有直接有用 對 可是也是要 就是說你不研究的話 這種東西也不會有人 直接告訴你 比較不敗 然後最後一張 所以其實就是一些困境 就很快的講一下 就是說 就是說其實這種體系 其實很領罪 你看剛剛舉這麼多法 他沒有一個很大魔王在那邊 什麼東西 集合法不倒 控制不會好 沒有這種東西 集合法倒了 控制還是不會這樣 他很領罪 然後很專業 對啊 然後盤根挫緊 就是說 比方說像這種 中央立方的這種毛骨 他可能現在要台灣 地上自治的意思 然後像這種 就是說這個警察 這種 這個文化 是要從一派的教育 他叫做合理性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很簡單的說 搭到我一個東西 就 就直接 就直接 所以聽起來就很煩 你看大家跟我現在講 囉囉的感覺 然後地偉可能聽起來 就把正好煩 我們出於基督法就好 對 或是說可能沒有辦法把那個 輿論的能量 就很怕明白那個行眾 可能 民意 就是那個民意的力量 他也不足以去支撐那些比較近 部派的 或是民意的力量 去推過這麼繁瑣 都這麼多的感覺 其實不容易的 然後再來是共有財的悲劇 就是說 所有人都會碰到這些事情 對不對 可是沒有人覺得是自己的責任 除了台銓會司法 就是 就是說 這個是因為民意的力量 其實大家之類都非常有限 就是說 民意的力量 缺人 然後大家出來一定是有訴求 所以除非出現一個 其實有一個集合法秀法聯合 主要就是台銓會司法 然後每個司法 然後每個司法 其他團在加碼這樣子 那 就是像 就是 有事的時候 大家會聚集起來 可是 我們可能很難要求說 其他團體 他要長期 放下 他原本 或說 他一邊做原本的訴求 一邊一直把力量分到 來證明這件事情 那變成說 大家都會碰到 大家都覺得不是自己的事情 或是沒有辦法把 記憶表動限制 沒有辦法把力的話 在這邊 所以大家都覺得有問題 可是好像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就是一定要做下去 那現場 很難就是說 其實大家講說 講橋 講到他警察都在亂橋 這樣很輕鬆 或是現場的時候 就是要做決斷 今天到底是說要點頭 他要去接受一個 讓我做的條件 讓我這個計劃拍得出來 還是要跟他一看到底 那一看到底 那一看到底呢 連數學都講不完 或可能不會被抓走 或什麼 或可能有些人不敢打承等等 現場很難的一件事情 我是知道 所以我剛剛講的 並不是說 這些同意的都是弱夫 或都是共同 這個意思 所以現場很難 那可是這個很難 也相當於說 他能夠支撐的 就是說那邊說 好吧 他也可以去我 去行事兩邊的一個 現場很難 最後很多人 其實包括我們自己 然後我就說 好啦 那我們就 好啦 就這樣子 不得不 在行動的程度 要做選擇 然後再來就是 普遍缺乏必要的意思 跟知識 就是說 我們其實並不了 其實不是 實質勝利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其實台灣 很缺乏 民間的警察選擇 民間的警察選擇 因為台灣的警察 學術體是採取集中制的 就是說我們 而且跟就是 訓練體 跟整個辦法 警察官員是扣人 當然要知道說 警察大學校長 其實被視為跟警察的政府屬於 同樣都是警察高官 所以他不會被視為是一個 學術的領導 他是一個警察機關的一個 就是重要的展望 會被這樣看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說就是你要 因為像 你要研究很困難嘛 就是你警察是否身好 像我那時候訪談的時候 有 有一些警察可能朋友有介紹 所以他就 沒有聽見我是誰 他以為我是警大的 就是學生 那警大學生 警大也知道說 警大是做我班的 其實很多也是警官 甚至有一定階階的警官 他一見面都說我 他就說 警官要學論文 發誤就像 我們照題就好了 自己跑來幹什麼 然後他 就是他有點不滿 所以我覺得說 你們這些整件事 我一直發誤覺得 比較寫寫寫 然後 我還有自己跑來 沒有誠意的 我都沒有啦 就警察 會有這種 就是說 其實 很難有一個抗 所以當警察組 站到地板 也跟你說 你這種都是不了解 我們食物啦 你很難跟他 跟他抗頭 跟他講出一道道理 去反對他 然後他有意思就是說 很多人可能覺得說 很鬆啊 就是這樣很好 所以我們其實不太需要 這種厲害 就是說 他不像棍棒 對白這麼明顯的 機型的分開 這種把你喬掉 把你磨掉 然後分開 就是很隱文 看不到 所以說發個傳票給你 讓你將你適合 這種事情 也不會 所以傷害是 就是很細膩 然後引爲 地下的情況之下 之後 就它也很難激起大家的義憤 就是說 不像一堂血清證 大家很義憤 可是這種其實 日常一直在進行的這種 就是傷害跟魔法 還有規矩 其實是很難 有時候大家可能很難有 一個意思說 我們要 就是 認真的去 面對這件事情 可能你這樣一講 人家還會說 其他人都好啊幹嘛這樣 對 就是 其實是真的是在 就是 就是 318之前 我們318之前 都有人在國外 所以沒有 沒有經濟線上 但是在我出貨前 我的研究 這是我的措施論文 最近好像知道 這是我的措施論文 當然手冊是 在工作之後 然後跟 同市場之後的行列 我的研究那時候 是被 大家覺得是個 起雷都現在的研究 可是我會說 就是 根據我的研究 台灣起來是打人 不用負責 而且打個越大越不負責 就是 單獨的警察暴走 可能他的手感會為人 負責的關係 然後去 去 道歉 可是如果今天是 再次出現一個 大概有我們的症 你要是挺細心的 然後在高度正直招命之下 就是 依照我 研究判決的見證 然後 事物上都 品嘗的身份 等等 這些環節 我得出的決定是說 真的發生了 他有可能有負責 然後 然後大家都有不屑 有兩個點 一個點是說 不會把他散 像手死大人 怎麼肯定還會打人 不會 不會 然後第二個是說 就是 發現 大家有沒有檢查是好 不會 就是喔 那個阿琴都很好 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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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講過 今天講到連所有人 都說 就是 跟現真實的事物有關係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可能第二個是說 怎麼可能負責 一定有什麼機制 大家相信那個體型 一定有什麼機制可以處理 可是 結果 就是我其實很 不希望 看到這件事 預言成真 但是 他就是成真 所以我現在只能說 那我們下一次 要更謹慎 非常意識的在 在辨別這件事情 那就是不透明 我想大家也知道的時候就是說 其實比警察其實 情勢當然更不透明 就是說 比方說 像 前幾天不是有 就是也有在笑語 所以你質詢國安局長 嗯 可是其實國安局其實他 前幾年要默默慢慢來整合 他的情報什麼樣子 可是這件事都是在 沒有修法 他就是一直 編預算 然後做組織改造 然後要求各大法 情報調整 那像這種事情 然後國安局 有次被問問問 最後就說什麼 沒有監控一千多名 本土型機器分子 本土型 極端機器分子 極端機器分子 然後你也沒有問他 那定義是什麼 哪裏手機是什麼 原監控那種是什麼 那就是國家安全啊 這樣子 對 是國家安全 所以到底 國安局手上有 有什麼 或是說 國安局手上調查局 是什麼 有一次他們就發個 他們就找人去參訪 然後 炫耀說他們的 法眼系統 他就約到法眼系統 然後那個 什麼 只要有 打入他們的密碼 就被白色中 把他全部寫出來 之類的 然後是犯案的利益 然後應該是做公關好 然後我們就 然後彩虛會就有 很奇怪 很多問題 就跑去國家的那個 人權公關報告說 法眼系統是怎樣寫 你憑什麼這樣做 然後他們說 沒有啦 那個 沒你寫 聽我的報告亂寫啦 那個 缺陷沒那麼大 我們都有 一把辦理 然後好好控制內空 這樣子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去看那個 法眼系統 或是那個 那個 那個東西 真的是有很多 我們通告亂寫 所以彩虛會有另外一個專案是做一個網路透明報告 就是說 大家可以照給網路看 如果 彩虛會網路透明報告目的 就是說 我們知道 就是現在解答看 重視網路的情收 跟就是 個人資料取得 跟鎖定 所以我看在丁國家 怎麼樣收集跟取得 從網路上 取得這些個人的資訊 這件事情 這是去年第一年 只要去年第二年 大家可以再就是 再看一下這樣子 對好 那就是大家今天就講到這邊 然後不好意思有點長 反正是零碎 又 談跟錯節的一個事情 好 先接下來 Jerry OK 謝謝Jerry 好 大家剛剛看到 這樣子的複雜 那接下來就是 可能食物上面 Jerry是 跟我們說一些 到底實際上的狀況 是怎麼樣 要如何處理 或者他們會怎麼處理 或者他們建議的 其他處理方式 但是呢 他可能也會說到 就是 雖然我們理想上 可以怎麼應對 可是實際上 你如果這樣應對的話 你會怎麼樣 怎麼樣 就是他有很複雜的 一個 變化 或者是 就是後續的 演變 但這些事情 可能也是要讓大家回頭去想 我們到底要不要這樣做 但如果我們真的這樣做 要做好幾個準備 對 那我們敬 集合約時 大家好 謝謝大家 感謝 其實 剛剛 人數已經把 跟集合我 發的東西有什麼 非常非常完整的詳細 我想有沒有什麼 我好 可能就記憶所記 分享一些我 經過的 或是辦過的一些經歷 很多的想法 那像 一開始 你覺得說 就提到說 警察犯的方式 然後去跟 抗爭者來協調 透過 事前 戳傷 或是其他方式 來 想辦法用最小的成本來 去理 我覺得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警察機關 要去執法 或選擇執法上 他有可能裁決做法 你說這種做法 要不要鼓勵 或 我們去不下去鼓吹 我覺得 就結果來看 他可以讓整個 抗爭的 成本 成本 或是風險 整個社會成本的風險 降低在一個 更可以被接受的範圍 你未必一定要把這個 當作萬惡獨六 甚至 因為 甚至因為警察他需要去控制這個 成本 所以他本來就因為 千方百計的 以各種方式 想辦法 要 這個抗爭的關係 那 如果你沒有 有的時候 在某些運動裡面 為了 抗爭的順暢 甚至避免警察 過度的預防 也會主動 甚至跟警察開協調會 這是我們都看過的事情 比如說 我用前年 應該是大選年 大選年 五一 反對年金休二的大遊行 他們其實在事前 就跟中正英文局 開過數次的協調會 那最後一次 協調會 就是在行前 最後幾天 那就是 主辦單位 就跟警方規劃協調會 一方面是規劃後來的動線 因為 他們主要的 神經病對象是行政院 所以 那一張集合行政院 那一張這麼大的活動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你事件不申請許可 因為你光 人要走這麼多 你光擺出來 警察會有 有意見 你勢必要 是一個 經過許可的 看他看起來有組織 有掌控的 有活動 你不太可能不經過許可 所以 但是 你如果真的把你最後的路線寫下去 我要到行政院去 那大概是不會過 所以他們寫的路線 只是繞在行政院的周邊 寫在邊邊 然後他們最終的目的是 他的終點是在行政院旁邊的路口 然後就不要停下來 我繼續走到行政院去 就跟錢人某個 反而又行 然後就要停在我實時路口 大家進座 我實際上到你 反正就是 做一些插邊球的事情 可是當你要做這種插邊球的事情的時候 有時候 如果他在 你沒有事先 有一些默契 運動環境可能都會說默契 甚至有的時候 不一定是會開一個正式寫教會 可能就是透過中間的傳話 表明活動的性質屬性 那當時會有什麼樣的活動 去做一些相關的交換 一方面是 不要讓警方有過度的處理 然後另外一方面 也是確保整個活動可以順暢進行 但是在五一那個活動裡面 到最後中正義 其實是對於到行政院去 本身沒有什麼太大理解 可是 他說我會佈具嗎 當時主案他就說 我們會做一個動作 因為他打錯 我們不讓我們去分析這些陳述 他 而且當時還有官場中 來在 然後 然後會 然後會前面的學士 他覺得說 政府都不傾聽人的訴求 那對於這種 前面擺滿巨馬的行為 那種主黨 政府跟人間溝通 所以為他表達這樣的意見 我們會蠟動巨馬 想要把 士族把巨馬給插頭 這時候那個 中正義分舉放 主長就非常正氣 然後說 我絕對不會用你把巨馬給拉倒 然後主官單位當然也是要表明 嚴正的立場 我們絕對會把巨馬給拉倒 所以大家知道那一次的活動 因為法官非常仔細的 他去把那次活動誤法的 那個上行的機密的那個行物分代表 全部都掉出來 你會看到行物分組裡面 有些分組很詭異 就是 會有什麼 人家要帶什麼竹竿牛 竹竿牛 竹竿竿竿 而且對行政院周邊重點不妨 那你知道他們是要 警官他們來作證的時候 都還持口否認說 開過這個協調會 然後拿出這個東西問他 不然為什麼會有這個 然後就 嗯 那竹竿牛油就是為了要把人 他們本來想法是說 人用手去抓住那個巨馬拉 所以用竹竿牛油 牛油是為了怕人家拉住竹竿的時候 不要能夠抓住竹竿 那用竹竿是把人推出去 他就沒有辦法接進巨馬 有點類似那種古代那種柵欄 後面有長槍兵 對 用長槍兵的往前戳斥 好 剛才其實局長 在來作證的時候 還非常得意的說 我也不知道以前有 這應該算是我的發明吧 我覺得 我現在應該給他一個專利啦 他就不知道我們是 這一次過了 有那個補血網 然後有一個主幹 有到方亮寧戰術 他要升官了 方亮寧陣型 結果沒想到 結果沒想到 這個局長的失算 他們後來用的是神鉤 看到神鉤的時候 覺得非常的錯愕 沒有想到會具備這麼精良的工具 所以 但是可以看到其實 因為警方一定會千方百計的 用各種方式去探取 或知道你的行動內容 那雙方可以透過這個交換意見的方式 去理解 我們大致上有可能會怎麼做 那彼此不會觸碰到處 對方最敏感的部分 去控制這場行動 或抗爭的風險 使活動能夠順利 所以抗爭者來講 製造衝突 有的時候並不是活動的目的 往往是要達成成數的目標 或吸引社會的助力 那怎麼樣才能夠讓這個目的最大的達成 其實有很 就跟警察會選擇各種手法一樣 抗爭者也可以在 跟警方談 不跟警方談 談了之後我要告訴你多少 我要不要全部告訴你 就算我跟你有一些默契 在其他地方 我是不是一樣乖乖聽你的話 這全部都是另外可以選擇的 為什麼特別要講這個故事出來 因為有的時候大家會覺得 我們是抗爭者就跟警察當然對一面 當然警察在秩序維持的角度上 可能會跟陳述活動本身對社會的打擾 有一定承諾衝突 可是不當然是絕對的敵對 有的時候 因為畢竟他還要幫你維持現場的一些狀況 排除交通 或者甚至有的時候你會怕說 警察真的是把路都打成死啊 什麼都沒有辦法進行 也是會需要先溝通一些 默契或底線 不代表跟警察接觸就絕對有邪惡 如果大家都抱持這樣的看法 這也有可能會對團體內部造成一些 額外不必要的壓力 特別是對於參與協調這樣的人 或是討論要不要協調這樣的決定 再來就是至於在抗爭現場 行動之前的規劃跟行動 行動之前要不要申請許可 其實我覺得除了你預期一定不會被許可 就算你預期不會被許可 也未必永遠 你不考慮 完全不考慮申請 為什麼 你怎麼知道你申請之後 他就絕對不會許可 另外一方面是 就算他不許可 你也可能會造就另外一個法律院的戰場 我們就可以去挑戰他不許可的強度 甚至在我們有一些集合行的案件裡面 法官會問一個問題 因為那個不許可 然後後面會有一個劇動不協調法案公佈 法官會先問你一個問題 你會不會 你前面有沒有去申請 他就說 阿因為我們之前申請過了阿 他就不許可 那法官就會 法官有時候會 嗯 默默的見面 可是如果 你給他一個理由 是說 反正他一定不會許可 我們要開就對了 這時候法官就會 有時候會用一個 奇怪的 白眼看著 就是來 飄飄 當然 這也源自於我們一直被 製作行法的誤解 就是所謂的 到底沒有經過 許可的機會 有時候是什麼 我還記得我前幾天 就在那個法庭上看到 申請說 在318的時候 那樣的氛圍 召開這樣的活動 實在是非常的不適當 一定不能飛去許可 就算他也不應該 也不應該讓這種活動舉辦 我在想 這不是擺明的 就是對言論內容的事實的審查 就是完完全就是一個違憲的發言 可是 你會發現警察跟假官 他們非常有強烈的那種 沒有經過許可的集會 就是違法集會 違法集會 就沒有任何的人權保障 這樣一個滑坡 然後違法集會 就應該被控制 被打壓 被消滅 但是實際上 我們根據憲法跟假規的角度來看 其實只要是和平的集會 都應該在法律所保障的範圍內 即使沒有經過許可 也只是構成你在執法的時候 進一步去斟酌 你要不要對這個集會活動 做進步主義的某一個參考因素而已 我們集會合集法 並沒有說 因為他沒有事前經過你許可 所以對一個集會合集合活動 你不需要委屈消除 你不需要委屈秩序 你不需要委屈秩序 你不需要輸解他跟人權的關係 你馬上就可以去必定決賽 都沒有 集會合集法講的永遠都是 你在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我們都要考慮人民的集會 人民的集會權 跟社會秩序的平衡貌固 所以病毒是未經許可的集會 就當然不受保障 而是只要是和平集會 在現場跟目前我們兩個月 共同一個21黨的 目前不受保障的權力範圍內 都應該是會受到保障的 當然是我們會不斷在跟大家宣稱 跟主張這樣一個權力的存在 是因為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這是集會合集跟言論表達 是人民在對抗政府 或是向政府陳述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權力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我才要透過這種方式來去跟社會 跟政府跟其他人表達 我在想什麼 如果連這樣的發聲管道 我都要經過政府的虛可 你才可以表達 就像前任務法官很常講 那就是施捨而已 那不是權力 所謂的自由就是 我這樣做的時候是正當的 對的 我不需要經過一個虛可或什麼 這樣才算是一種自由 所以在事前的虛可 我認為是 我們要真的去挑戰事前的虛可的時候 我們透過行動上的不同 就是我永遠不去申請一個新種做法 另外一個是 我預期你會國會的時候 我去得到一個國會犯法 去討論你 你根本不能夠駁回我這件事情 就像比如說剛剛講的行動裡面 有一個就提到說沒有 應該是沒有申請權 還是說 他的官方的位置 要叫他行動 要叫他撤回 國中同學要叫他撤回 那個案件 那個情況 可是事實上 這個如果這樣的申請 進到幾個案件 他勢必還是沒有辦法找 如果找不出駁回你的 他還是只能隨意申請 因為他如果不隨意申請的時候 這個不會處理 也是一樣可以究竟 當然實務上 究竟可能性是很低 但是人作之間有豐富 可是這樣一個案件 他就很合適做一個 集會有行許可的心跳 在這個標的 因為你得到一個明顯不法的處理 他可以凸顯警察機關濫用職權 而拒絕於許可 脫離了即後行許可 是原則許可的這個原則 這樣才有可能打破大法官 從445號解釋以來不斷設下的 欸我為了要了解交通狀況 還是有必要讓警察機關事先去了解 如果這樣的一個單純的行政管制的 做法或必要性被警察機關所濫用的時候 才有可能進一步去更去促使 甚至逼過法院他必須要對警察機關做不同的處理 其實這是我們透過司法所有手段去讓法院改變間諜 或是再回頭去調整行政機關做為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那為什麼我舉類似的例子就是 為什麼人數剛好講到 近年集會有審法 法院抓得越來越緊 那就是因為法院不斷有大量的集會有審案件 進到法院之後 法院發現奇怪 怎麼好像跟我以前學到的集會有審跟他一樣 集會有審應該被保障 可是怎麼抓一些那種看起來就是 沒怎麼樣的送到我面前來 所以他如果用過去舊的很嚴格高層 他會發現他看不下去 所以他只好調整他的作法 他用他的作法 現在已經調整到連講公式講話 直接來問說 現在集會有審真的是很夠難 法院幾乎都不會發 當然他這種說詞 有的時候就是另外一種R1S的手段 所以就聽聽就好 可是確實也反映出法院這樣的趨勢 那為什麼法院會呈現這樣的趨勢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不斷有案件進來 而案件的案情實際上明顯被浮現 警方的不大的時空 反正這時候就會傾向支持人力 當然法院有很多案件是會去支持警察的 比如說讓人錯講的法院公務案件 在法院公務案件裡面 法院就採在這樣 因為為什麼他對於法院公務 法院不容易去退讓 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法院公務不是只有用在其後有錢 法院公務還有很多其他的狀況 法院公務的條文可以射程的範圍非常非常遙遠 他是一個很容易踏出去的條文 所以為什麼警察會覺得法院公務法院公務 就是因為他真的很好怕 而且我們法院公務不是只有的刑法而已 刑法意上我們講說 在公務員執行職務的時候是強暴行過 我們還有一個社會自由違法 在公務員立法執行職務時 以顯然不當的言行 相較為打強暴行過 這合起來構成一個什麼環境 構成一個環境是公務員在執行職務 先不管合法違法 他有執行職務的外觀 而你站在公務員的對面 對他有任何物理性的 非物理性的 物理性的衝突 甚至可能隔空 施加規派出大人 讓他跨 讓他飛出去 這個不算強暴 可是有沒有顯然不當 好像有可能 但是如果真的有特異功能的話 那是強暴力量別問 那如果延遲補入 或是不要延遲就是大聲 那算不算顯然不當 那其實那個門檻 因為他不是定罪或裁法 警察在第一線執法的時候 他不是負擔最後的定罪責任 或者是負擔社會自由違法裁法責任 所以他可以依靠刑事外觀 來發動他的警察權力 為什麼集合行受到檢討 人大法人還是曾經在45號宣告許可遺限 他理由是說 如果我沒有這個條文 當人名一直不解散的時候 我要怎麼辦 然後他就說 好吧 我就把這個許可制給下來了 許可制跟刑法 特別是刑法 守蒙聚眾不解散的刑法 所以下來 那你可以看到大法人的思想其實 他其實保留警察可以介入操作 並且控制社會秩序的一個工具 他規定支持 最後要被定罪 可是他支持有一個條文 作為警察的人 以這個條文做槓桿 假設沒有犯 大家可以想一下 假設沒有犯案公務做槓桿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樣的邪刑 因為犯案公務後階段 假設強暴物理力這樣的情況 後階段的行為 就更接近真正的刑法的行為 是傷害 就是打到的時候 那那個行為的攻擊性要更明顯 警察才有機會出手 這樣會使得警察出手的時機 跟可能性降低很多 所以法案公務他這麼寬泛 其實是給警察非常非常多 他出手藉由這個工具去控制你 去拘捕你的一個要件 那有這個東西讓他們運作 才會造成署長非常多罰的東西 可是他不專門用在集會人士 所以法院對法案公務很難 也很不容易去放寬他的類型 除非我們累積到夠多警察 特別在這類案件裡面 濫用他執權的情況 那我們可能就會注意到 其實現在已經慢慢有這個趨勢了 已經由法院開始說 人民在警察對他執行職務的時候 可以不需要靜靜的站著 直接接受警察的處置 也可以有表達不同意見的空間 由此去把法案公務慢慢慢慢的鬆動 他執法的分析 但是這是慢慢逐漸有案件 累積進法院之後才會有的情況 那這樣講 那並不是鼓勵大家說 大家都去法案公務 只是說 目前在目前的情況下 確實法院對於警察執法的保護 跟人民行動自由的確保 他其實在法案公務案件 他還是傾向比較支持警察 會給警察在發動法案公務 或者他在執行勤務 相當大的空間 在林子文先生有一個在 凱道燒金骨露的案件裡面 那那個案件裡面發生什麼事情呢 他們要做的活動是燒金骨露 就把這些政府的那個痴妹王良 用個燒金骨露他 希望他還能送走 那在現場做了一個類似民間骨露的儀式 叫燒金骨露 那為什麼警察可以介入 他的說法是 當初在許可的時候 他們有附加必要的條件說 有簽罡切結書 不准用火 現在是個已知用火的 不准用火 真是莫名其妙 然後不准用火之後 燒金到不用火的就用火 一下去用火發生什麼情況 旁邊 其實他們已經把那個地方 燒動系的地方已經隔了很大的安全區 而且旁邊都被有水帶 又有人在旁邊預防的意外發生 結果就兩個警察衝上來 拿著麵火去 那當然在現場執行活動的人 會覺得 你怎麼會干擾我來做這樣的活動的進行 所以他有試圖 站在警察裡面想要去撥開或制止警察 這樣不當的干預 似乎是因為在過程當中 他碰到了警察的手肘一下 那這下代價很大 這下代價四個月 一審到二審 理由都是 在警察 他們認為說 這警察的執行職務應該是非法 可是法院就說 我們應該要尊重警察執行職務的空間 就像你說的 其實司法行政為什麼會 不斷的墮落邪惡 就是他不斷的試探法院的人 容許他的德性 也不斷的在試探人民容許他的現場 當法院不斷幫行政機關護行的時候 行政機關就會做越來越多這樣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這個過程其實動態的 當行政機關做得多 比較多的法院公關店進到法院之後 法院都會開始慢慢慢慢調整 他的風向也太多 其實這就是我們社會中兩種價值的窗戶 就是一個人是否要更自由 但是同時也會涉及到社會秩序或安全的確保 某種程度 有些人會認為 讓我看到火 哇 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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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閃爭不了 我們還是要體驗一下 某些比較玻璃性脆弱的心情 因為有這些 我們社會中還是有蠻大部分這樣的人存在 比如說像我開某一些那個 某一些有某個論壇 某一些有某個論壇 講的非常多 非常多 比如說 ㄎㄧㄧㄚ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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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某 某某 對 你可以看到那個 那 沈班長 沈班長 沈班長他是一個 沈班長他是一個 看起來就是教養非常好的女性 他在聽到那個 整個 那個字在出現的時候 他就 你會看到他一直 仲敏堡 仲敏堡 坐立不安的樣子 幾乎到聽不下去 可是他還是被 那個 仲敏堡如詩就很 真的是 我覺得他根本就是來 刻意要折磨 沈班長他把全部看過 他非常 就這樣 無奈的裴仲敏 一直聽著 他其實不太願意聽到 那種 很激烈很激烈 很刺惡的言謎 可是這就是言論自由的 爭議跟精神所在 因為他 事而我們又必須容忍他 所以他才叫做 一種治理 才叫做一種權利 那 可是這種東西其實 是會慢慢在社會當中去 當他 成立一種界線的時候 這個界線就會在不同的價值間 就降低 而在我們的司法體系 行政體系 不斷地去測試 或試圖去推動 或鬆動 這個範圍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告訴大家 什麼樣的動作比較安全 因為真正最安全的動作 其實就是躺在地上上做 可是當什麼都不做 你會發現有些事情 可是沒有辦法什麼都不做 以前有一個工會的人 他就跟我說 如果現在風機就是要蓋了 那什麼東西就是要通過了 你不握鬼 你不去擋 你不去通撞 你不擋在前面 就不要讓他拆 那等到事情過了 就再也沒有挽回的機會 那衝突如果 對於違法行為的衝突如果是不可免的 就是對於政府或國家行為不當的行為 衝突如果是不可免的 那我們下一步能做的事情是什麼 一個是我們在通案性的 要讓這條線更往人權保障的方向 一些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在個案性的 可能每一個個案我們都要誓服 去說服法院如果有機會的話 更支持人一點點 但是如果說更多能做什麼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要更對自己的權力 更有意識跟保護 並去捍衛跟推動權力的保護 那像剛剛人說有提到的 像警察勞動這個地方好像 他剛剛講勞動我覺得那個問題其實很大 因為警察不是只有警察 警察加班其實認真來講 他一定不能算是加班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更大的帽子 在裡面是特別權力關係 在特別權力關係之下 其實所有的公務員包括警察 都有服無上限勞務的義務 就是我叫你做什麼就要去做我 那這個東西其實比相對於就是我們經濟 然後加班這些更難推 更是一個我們還努力在推翻的一個 法律裡面的遺跡 遺度也可以 遺度也可以 遺跡也可以 其他可能就先補充一些簡單的案例在這邊 那 那 我們接下來就開放給大家的問 那就是 原則上一輪三個問題 那可能請大家 就是盡量在一分鐘內 就是把你的問題簡單說清楚 然後我們收集三個問題 說請兩位 回應 那 然後再進去下一輪講 那看我們盡量 因為到10點之前我們 還有大概40分鐘 那我們盡量能夠進行 那 提問了 OK 一位 兩位三位好 那我們先走 後面有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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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先走 前面前面 對 對 白色椅子 大家好 然後 呃 許先生好 劉先生 洪先生好 那 我要問的是 就是 戰衣堆緊場的時候 能不能 用物以體 還有用重心測移 那相關的法律是 那 你在當下的探索是什麼 因為我發現在本集裡面 遊戲當中 就很重要 因為大家都喜歡去搜索 謝謝 只是可能沒有寫那個 直接說錄音筆跟 就是手機 可能後面寫了 標示錄影跟那個 機器 對 對 好 沒關係 OK 下一個問題 那個 問題下一個問題 沒關係 你先 抱歉我剛剛沒有自我介紹 我是那個 出賣台灣委員 為了什麼問題 呃 剛剛聽到兩位 聽 讓我 只能夠用可歌可泣的 勁力 這樣子的 方式來 讓我了解說 呃 怎麼樣 要防身 那 我 要說的是 當我聽到PRC相關人員 強調說 蔡英文的中華民國的獻法 哇 讓我 不聲唏嘘 全身冒冷汗 那 因為 你知道 你知道 這一步憲法 掠躲你的 什麼人權嗎 我相信 剛剛 律師 跟 這個 陳述忠 已經 明確地告訴我們 你 身為一個台灣人 在這一塊土地的基本人權 在這一幕憲法裡面 已經把你掠躲了 他以代議制的選舉 取得了 無限擴權的空白支票 他接下來的所有的法律 他怎麼定 你只能夠 默默的 防身 我要提個案例給大家參考 好 當你 做 所謂的 群眾運動的時候 要 保持距離 保持什麼距離 你要 備有 行人紀錄器 然後 你的參與人 在這個行人紀錄器的 攝影距離 的間距底下 充斥 集體的行動 但是是個人的影像 這樣子的距離間距的時候 你可以完全 在 你個人的意識下 非他們的所謂的 肌肉遊行 的概念裡面 去大聲的 笑跟叫 表達言論 充分的以 逛街的方式做移動 平行的移動 如果說我們每一個的 距離是 15公尺 當我 在 往西走的時候 整個隊伍的人 全部往西走 當我往東走 所有的人 全部往東走 公立大哥 你這是在哪裡 你這是在哪裡看到的 這是我的作為 因為我現在的 進行方式 就是說 這個是突破 集會 遊行 他們 當你個人行動的時候 警察 無權干擾你的自由 行動 尤其是行動自由 這一個事 我是覺得 當我們要做 有所謂的集體行動的時候 保全安全距離的 對 你說集體行動的時候 應該要大家各自 保持我們兩個之間的距離 當我們隨身有 習人記憶器的時候 就是說 能夠攝影的到 對方 當你遭受到 什麼樣的 這個 這個 侵犯的時候 這樣子的一個距離 我覺得 就是 所以你所謂提議 這樣子的一個距離 對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 防身之道 我個人認為的 防身之道 然後 我們要 真正去探討的一個 就是說 這一個 警檢透過所謂的 偵察不公開 來剝奪你的人權 這件事情 值得大家的政治 我把它稱之為 所謂真正的黑箱 當警檢使用 偵察不公開 這樣子的黑箱 做少數人的 這個判決 來剝奪人的基本人權 這件事情 才是稱為台灣人 所以現在 需要 甚至 而去面對 去爭取回來的權利 OK 謝謝文明達哥 好 那我們前面這位 這邊 會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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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 剛剛神塑先生有提到很多 關於 關於目前 警察對於抗爭 對於承抗勤務的應對方式 那我 因為我本身是警官學生 這方面我有點接觸 那我想問人 人說 剛剛那段 比較我邊講到的是 警察教育民權 你個人認為比較明確的做法 我想聽聽看這個 我想聽聽看說 人說你對於 現行的警察教育 能夠怎麼樣去做改進 比較明確的一個改進的建議 OK 三個問題分別是 就是反蒐證 或者說 人民的蒐證 怎麼進行 如果進行 如何可以 然後應該怎麼判斷 然後剛剛文藝大哥 他顯然就是 有三段 一段是說 現行的憲法本身 可能就有問題 那如何在這個結構底下 就是在爭取 所謂的人權 那第二個 第二個部分呢 是說 他有一個建議是說 如果大家都個人化 或者是說 把距離拉開 好像 把集體行為 個人化 那這樣有沒有可能 構成是一個 規避幾位 自由限制的一個做法 那第三個部分是說 第三個部分 我有點 不然確定 警戒天下 哦 對啦 這個 偵察不公開 這個偵察不公開 這個偵察不公開的黑下 那是不是 其實是 人民權利限制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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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門檻 或者是說 政府的一個手段 那我們 我說應該怎麼看 那最後當然 那個 那個 第三個問題是 對於警察教育 有沒有什麼 失職的 那個建議 對 應該教什麼 或許可以想問 對應該 有沒有覺得說 應該教什麼 OK 那 如果哪一位要先 會啊 反收證的地方 你會 手測很有 在70頁 反收證 那就請大家參考 反收證的地方 可能 唯一一個比較 容易涉及到 然後 會被拿出來講的 他是在 個資法剛上路的時候 跟人家說 這回答 那基本上 我們是完全 完全 不以為 不以為 他真是認爲這種見解 嗤之以鼻的喔 但是如果大家要看 反對說 我就認為他有個資法適用的 那個 某幾大教授經常 發表類似的言論 大家可以參考 你說植物系的教授 哈哈哈哈 金黨不分區第一名 金黨不分區 喔 是 這類 反對說言論 我們都尊重 學數字 但是如果大家看到 反對說 我們個人看法 是警察在執行職務的時候 尤其他是 他所做的職務行為 本來就 應該要受得平的檢驗 所以他沒有任何的隱私期待 可以主張 所以因此 他的職務行為 他主張他在執行職務的時候 他是沒有辦法去絕受證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那我相信這也是 應該是大多數 做個 真正做個資的決證 他們所持的多數看法 應該是這個樣子 那 再來是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我覺得 憲法本身說 你說有沒有問題 就是老實講 你看各國憲法 人權仿向的清單 如果真的 就是 就 像吳輝老師 他就跟我講過這件事 他認為說 其實 主要的差異 比較透明 政府組織架構的部分 如果你真的看 那個人權 一開始的基本權清單 各國的基本權清單 大同效益 你去比對 我們認為 沒有憲法 沒有法治的狀況 人工的國 其實他也有類似的 一張清單 那清單也跟我們 大同效益 那為什麼他們 整個人權完全 看不到任何 聖章的情況 他只是因為 政府機關不守法 也不遵守憲法 這樣子 他們憲法一定好看 那至少 我們可以努力 讓我們的憲法更落實 如果我們對憲法裡面 含有的文化遺憾 或者含有的歷史遺憾 文本裡面也許 我們說的人民保命 他只是說 某種權力存在於文本 可是有的時候 憲法文本 會透露出文化 歷史跟民族的感情 但如果我們認為 我們應該要 真的屬於台灣人民的一部憲法 來重新檢討我們的憲法 這我覺得 並不可 其實如果說 這部憲法 全身就有 我再者就說 權力保護清單 那個地方就有太大的問題 我是相對來說 我覺得問題比較小 是解釋的問題 是我們走去適用的問題 那我們 當然就是努力透過社會學者 各學者 社會各界 還有法院的實務 來一步一步 讓我們的權力 可以落實 擴張跟 確認 這樣 這樣才是我們 我對於 權力保護清單的看法 那至於憲法本文 我當然是就 如果剛才說這樣 那至於說 集會遊行 有沒有辦法 集體行為 個人化 我想是大概是沒有辦法 因為 整個 你由活動整體 本身觀察 你還是可以看得出 它具有群體活動 具動活動的性質 這樣在 你在個人說法 或許可以說得通 可是 這樣法院大概是沒有辦法 接受這樣說 對啊 而且老實講 我之所以 我會反對這個見解 是因為 如果大家都散開的時候 比如說像 人數跟我 因為他跑得比我快 有體型不太大 那個 大家都散開的時候 要逃跑 一起跑的時候 我就會被抓住 集體的時候 還可以餘目混珠一下 所以我個人 堅決反對 這樣做 第三個 就是 正常不公開 正常不公開其實老實說 現在實務運作有點異形 正常不公開 他有制度設計的目的 比如說保障被告的隱私 不要在事情還沒有確認的時候 就讓他介入在媒體下 一直被媒體審判 或者就是說 要確保正常效能 不要錯失正常的事情 讓某些正常活動可以秘密做 正常不公開 也有他制度設計的目的 可是確實也有被濫用的情形 比如說我們現在法律規定正常不公開 可是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那個地檢署還是特徵組啊 三天一大開 五天一小開 第一次開記者會 我們正常大公開 然後媒體記者 與被告本人 都還知道正常進入到 還是怎麼樣 那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正常的話 我們要檢討其他的限度跟界限 還有對相關人員限制的程度 到什麼樣的情形 你如果說是不是黑箱 本來正常有黑箱 某一定程度黑箱的性質 因為他就是國家在發動 他的偵查權跟調查權的過程 那你說偵查公開的結果 偵查結束之後 他就變成檔案一個增檢 就算是行政簽結 你也可以用檔案法去掠欄那些卷奏 如果是關係的話 如果是不起訴 那你可以透過在意之後交付審判 在交付審判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得到偵查的卷奏 如果起訴 起訴因為捐證並送 所有的偵查的卷奏 都會移送到法院 偵查中的所得 理論上都會留在偵查捐奏裡面 可以在起訴到法院的時候 也可以得到 到底假官做什麼事 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資訊過程 所以 你說偵查公開 是不是完全黑箱 或是達恩問 我覺得他 他至少在支付設計上 他是一個具有特殊目的的支付設計 應該是沒有到 雖然說看起來也有黑箱不外邦 但是應該沒有到黑箱是很嚴重 所以他不公開沒有實現 那個人的錯 那 教育醫師 剛剛講過 我特別針對 就是跟教育有問題 我覺得 教育具體要改革 當然是 我的一個個人想法 可能還不是很周全 第一個 可能要 思考一下說 現在這種 大概有兩個 一個是集中治 就是說 集中治扣連 是一個 就是先 先訓後考戰 就是說 當然我們現在有特考班 就是說一般可以到警察的訓練 基本上 他所有的學術會訓練 就是集中在 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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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他現在因為場地不夠 會把原本的保安 總隊的場地宿舍 拿去做特考班訓練 然後求上班 廁所不夠 或是 對 這樣子 可是我們要時髦 就是說 警察他到底是 他是為了要達成一個 就是品質 軍醫化的一個 一個 效果這樣子 然後才去做 集中式公費的教育 然後 把大家都變得多多的模式 然後長時間的教育之後 出來變得警察 他就說 我們其實可以讓更多不同的 其實有像我思考人家的老師 很多時候師範學校 居然可以當老師 那後來是說 那其實 其他 就選擇 其他人可以當老師 那思考算 也可以當老師 還有其他什麼 比如說 思考人家只靠著 國家保護 那他也要好幾個事情 或是說 他們也要考驗 他們在裡面尋找 什麼 什麼 所以第一個是說 整個大架構上 這個不是 集中的 是以先 先訓後考的中心 因為就有所知 所謂的 正旗版 跟特寶牌 一直這樣做歧視的問題 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 警大出生的 就覺得自己是正旗 所以就是選擇 最醜 然後看不起那個 從 他們的特寶牌也看不起 從警專 再轉靠警座 然後上去的 就是本來是警員 然後再跑進去之後 兩年之後 出來被警大 都覺得選擇不蠢 然後就直接 大家常常常去 你覺得我不蠢 我覺得你更不蠢 對 可是其實一個民主社會 血統蠢 到底是不是好 可能不好 我們覺得大家其實 可以思考一下 對 那再來就是說 警大本身 他是一個 剛剛很多同學都走了 很可能 是一個豪威學生權利的地方 就是 變成什麼 之前都吃不到熱的早餐 對 因為之前都是只有那個 共鳴麵包可以吃 對啊 然後從 來有什麼爛啊 滑倒啊 然後算要退去 然後反正 有時候更慘 就是 有的沒 然後強制入宿啊 都一定要 被騙到熊師隊裡面 那基本上一個就是在 沒有 沒有民主 沒有人權利 唸出來 唸出來 怎麼有辦法 攜帶他 那其實 他思考的時候這種 就是不這樣子 沒有他強制入宿 可以回家睡了 就 一定當不了很緊張 這其實也非常道理 然後或是說 像那個 其實像以前的翅膀官 也是強制入宿 那現在才能變得 可以 可以回家睡 對 其實很多 那個國家他留下來的那種 訓練機制 為什麼要玩生活場合 大家不要笑 那個 我的同學 我同學很多都是去當 去當司法報告 那是因為 他就把司法報告 去的人 好像法官學院 電報告官 有事情才是 一樣啊 就是管服役啊 管初學期啊 管什麼 然後 都只是 就是他差別大家都會 飯菜式的筆記專門 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會思考這種 就是 剝奪你的人權 這種 要絕對付出的教育環境 然後集中在 所以他的學術的再生產 都集中在同靠的身上 然後集中在同靠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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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所以這個是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 談到說 他有關抗政教育內容差不多 我覺得大概有兩個 第一個是說 把這個去政治化的政治 就是其實他的教育內容 講到政治的時候 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他會政治影響很深嘛 就是以前 中央中央一條 變去擋回壓力 現在變成地方 地方 議員要來講話 然後這個 這個 政府要來講話 然後警政署又有一條 自己考慮 也會排隊的 那可是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警察 警察是否認政治的 比如說他們 一直不斷的宣稱 我們自古以來就是 正義的化身 超過明切的 就是 我們絕對沒有政治 就是否認 那可是一個 健全的警察提示 應該是要去 告訴說 我們警察就是 跟三角九頭 跟各官黨的 我們有可能的被介入 那我們要怎麼樣 拿捏出哪條線 然後去 好好的處理 那這個線 應該告訴我們 法律制人權 可是他的教育裡面 他一面跟你說 沒有我們自古以來 就是政治化身 社會秩序的 就是守護身 可是又跟你說 每一檔內都會亂擋 那這樣的話 這道理 他那個說 所以這是我中立 他就每一檔亂擋 或者說 什麼就是 什麼就是 把誰誰在亂 那種什麼 亂啊 暴兵啊 這種用詞其實把 或者他可以跟你 假裝台灣 好對不起 不然這樣講 很中立的說 呃 假裝的民主 純然在民主 社會當中這個 呃 人面有幾個人 是確立為其 付出社會成本極大的 造成是會送到國安 非常高 就是威脅自然盛聚 所以人去 這個謹慎使用 非不得宜 絕無其理 實力 之類的 那你這樣 那你這樣 讀完聽起來好像 就是好像很中立 可是其實他已經告訴你說 這是一個 人為危險 你糟糕的事情 所以最好不要發生 就是給你一個負面的印象 所以我說 去這之後 他到底說我們都是中立的 我們都是正義的 這樣子 像比方說 他們怎麼敘述 當初就是 呃 洪山 洪山居的時候 呃 就是這個 還有南建立四年的那個 巡洪抗爭 怎麼樣他會是否 南下了其政策的東西 然後去 hold住那個場子 他說這個是代表我們 民主警政已經走到一個 捍衛人民集會自由的 進步的一帶 這樣子 對可是你如果去看一些 警官 事後 我現在非常透露出來的紀錄 其實就是指 那種命令下一次 我滿意就把王仲勳 找去裡面講一個小時 然後出來 王仲勳就宣布說 為了捍衛人民的 集會自由 這樣子 然後現在是大師大妹的時候 所以我要抵抗 我要抵抗警察什麼命令 我們就是要讓大家 就第一進步 這樣子 就給他徹業許可 這樣子 所以就是 所以我覺得要 請正常面對自己 怎麼面對政治這件事情 不要再討論 這樣子 然後再最後就是說 到底什麼事 出於群眾 群眾 所以你說 中立信念講 就是群眾管理 就是 這個專業 就是他的專業 可是我們現在 裡面只有一些教條 然後用不上的東西 然後羅列出一大堆法 告訴你可以拿哪些法條抓的人 他沒有告訴你說具體要 很 要固執社會秩序跟 這個 民人權秀怎麼做 或說你要喬 你要會喬啊 怎麼喬啊 怎麼喬 就是怎麼談 你跟他談 要談什麼 到底在乎什麼 對 那當然你的目的不能是 不希望我們 當然只有人 不希望你談的目的 是讓你搓 搓掉 而是 所以剛才講說 談 本身不是問題 是說 談的目的是要把你搓 不是投票還是要讓你平安舉行 這個才是問題 對 那其實這些都是專業 其實這些都是專業 其實這些都是專業 就算命困難 對 就是這麼多瞬息外面狀 可是我們其實裡面都 只教你什麼抓人 對 只教你什麼抓人 然後有什麼辦法被扮 可是當你今天一個警察 如果他很認真的想要 就是好好談 其實沒有 教他怎麼處理 對 到底要怎樣建立一個 降低雙方意外因素 然後 其實很多國家強的機關 都很認真 在做這個事情 當然他們一邊 很認真研究什麼收掉 可是一邊還是被逼到 必須要研究說 我跟對外公主 我們有一個很 很完善的機制 可是我其實沒有在訓練 這方面的東西 不過說真的 我覺得這樣 今天這個群眾管理 不是集會 你怎麼真的是集會啊 今天如果今天 就是一個 就是看眼光出來 幫你採他 你有沒有辦法處理 對不對 就是有些國家的這個問題 醫師並不是只有在說 我要正報理 有些時候就是大型聚會 路跑也好 你上會也要 換也好 出事的時候 我有沒有那個專業去 去把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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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集會話 反正好像也有交往 現在也有交往 對 沒有交往 對 所以我才覺得 就是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演唱會 大家知道出霧 請在旁邊 對 所以就是 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對這個相關教練出錯 很好 謝謝你 不錯 不好意思 不錯 我覺得 如果你要 真的要講說 警察教育 要怎麼改善 我覺得根本是 我們到底怎麼看待 警察這個身份 就 如果 仔細看到我們 最近在協助的一些 比如說 像之前 銷售會 在高雄那位相關員 還有之後 去挖 然後之後 我們介入的是 業績員留長法 被申見 會看到我們 把警察 或是警銷 當基本上就是 當成國家的工具 特定任務的國家工具 是長官的手足 他只有同一張臉 他不可以容許任何的地外 或者反抗 這個我們 我們會發現 同樣 如果你比較法官 跟警察訓 你會發現 雖然 剛剛的人說舉了法官的例子 但是你會發現 雖然法官在正門的 好像被規訓 也是這樣這種被規訓的場所 可是其實 有反骨的法官其實還不少 可是你會看到就是 但是我們在警察的養成裡面 似乎 就有刻意的 就不鼓勵他們 甚至壓抑他們 是從養成階段 就不斷的壓抑他們 思考跟反抗這件事情 甚至你去看 他們會充滿非常多 行為準則跟要點 但是不一定會告訴你 為什麼 可是他們法要隱居 所以他們 所以像之前 顧義雄律師 顧義雄立委 在立法院質詢說 巨重巨重事件處理的 或是他裡面說 使用巨碼的規定 居然可以回溯到一個 還在借的事情 定義的 甚至應該要有人廢止的 行政規則 實際上 警察 但是警察內部 也不會去檢討這樣的規則 因為有規則 我就會用 剪刀、藍子、藍子、藍子 因為就是 那是人家定的 也就是我們在骨子裡面 對警察的期待 如果就是服從 依照規則 維持社會秩序 而沒有去質疑思考 這些後面制度 秩序 還有他應該要 所涉及到的權力價值和創作的時候 導致警察內部體系 沒有辦法去抗衡 他們所受到的訓練跟規制 而且我們是試圖 將警察培養成這樣的內神 一直都維持這樣的結果 我覺得 還是會很難期待 因為你灌輸給他更多的資訊 但是實際上你根本還是希望 還就是什麼樣的好 或是工具的時候 大概是不會有感想 我覺得那根本上的心態是很重要 因為 像我們現在是民主黨是國家 每一個人都是 努力受到尊重的人 所以每個人都有思考 我們所在位子所做的事情 好不好 要有這樣的權力 去一起去打造那個美好的社會 講好應該是這樣子的辦法 OK 謝謝金瑞宇說 沒有 兩句話說現在的方式 要一般的高中 就是不要有協性法性 然後都會有當高中的學生 去嗆藝人說 我叉叉需要我驕傲 我賞金我驕傲 這真的是一些困難 可是因為我其實是比較可思想的 全面的教育都要 就要能夠有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思考判斷 我們也是一位人接手 好 我們可能最後一輪的提問 不曉得還有沒有朋友 有問題要問 那我們這輪一定要三個 OK 三個問題 那我們就要請請 第一位 謝謝 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 其實聖略的抗生的角色裡面 一定有一個角色叫做 像是第三者的一個角色 就是美女的這個角色 可是其實我們看到很多 在現場很多的畫面 其實在2018 當時的某些政治畫面 都是由一些公民媒體的畫面呈生 可是當她的行駛 當她的行駛 當她的行駛 那個勸組的時候 她卻沒有依照她的 任何可以做的處理 她只跟你說 我馬來公母 所以我幫你扣起來 其實因為馬來公母 其實是一個 非常有魅力的一個說詞 她包裝起來 所以我什麼都可以做 我什麼都可以用馬來公母 我只要這一定有 對我有方便的狀況之下 所以她才會有 當時在把 323當時在天橋 把那個計程寄出 甚至把她打下 這種狀態 跟這還常取當時的手機 可是當時因為 其實 我們也知道她把那個字線 其實已經有明確的說明了 689那一條 所以她可以 有人有叫到兒子的行駛 但是 最有一個問題是 當然 他們就聽到一個很 很特別的一個模糊的地帶 今天 我怎麼判斷你是不是 記者 其實 在法上 在法上的說法是 你用什麼樣的行為 可是她們一直要把她放在 是 我如果去拍照你跟記者 有根本的差別 可是事實上是 你跟記者跟公民的 最大的差別是 你執行的是採訪行為 而不是我公民的神 公民其實沒有任何的 那個 太大的問題 對 可是她其實 是用所有方式去做書 那麼 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的公民記者 或是一般的主要媒體 我們要如何去保證我們的採訪權 難道是等修法嗎 因為其實 就算現在修法 也有不足跡自己的這個潛力 所以就算現在修法 特別條款 其實也沒辦法影響 當時的派遞 因為她有所謂的 設施安全 採訪權的部分 新聞自由的部分 尤其是一般公民 還有公民記者 還有公民記者 還有我剛剛 會先 我剛剛 市長說 特別是在 我觀摩這場 做了 那我覺得 主持人 跟那個 總會 台語 都會很精彩 我也覺得生活很大 其實從現場的聽眾的反應來看 我覺得說這是個歷程 可以練得到歌舞這樣很有明亮 而且很有默契的想像 然後這段很有實用的手冊 我覺得很值得 但是我的問題 我要提的問題其實是 我最近題目的不解而來 所以你不解而來沒有關係 或是承受我的觀點 就是說當我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以為說是直接要去反應 當時那個現金搜索魏先生的事件 所以我以為說今天要談的是 有關於檔案法 或是國家資料公開法 或者是個人經營保護法 這三個法案相關的部分 那我真的會直接想要說 是不是會比較比較比較一下 有關於 還是我們這樣經驗在 在戒嚴時期跟解嚴之後的 這樣一種不同的一個問題 那真的我們可以直接做了 問說國家機器或國家高令 在對抗人民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的 要怎麼樣的 排起一種解剖或觀點 所以我其實只看到主標題 那目標題我們可以看到 但是至少我 我知道今天講的題目了 那我對之前講過一些理想的 OK 謝謝 為了吸引大家 我好像是要題材人太有一點偏 對 但主要是想要談的 就是譬如說警察上門的時候 那書裡面其實也有寫到 所謂圖文不符 就是 好 等一下看看 說就是 問答經歷這個地方 不知道有沒有要補充的地方 因為其實就要資料這一點 不管是早期的轉型正義要做 或者是說現在 兩年前的這個正義 要在司法上面做調查 或者是做審判 那其實都跟資料的關係 那就是資料的調閱 也許人重點還可以補充一點 那還有沒有最後一位 疑問的沒有 來 文律大哥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一分鐘 一分鐘 還沒有 還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就讓文律大哥再講一句 我要針對現在這個防身的問題上面 提一個概念的問題想要請教 這個有搜索權的人的 這個所謂的警檢 在這個制度底下 到底警檢是誰養的 因為我總是要拼養我的人的話 我要提一個概念就是說 這些所謂一般的人不以為 我是納稅人耶 他是零我的錢耶 我說這個觀念 不曉得律師認為是怎麼樣 當案件呈現的時候 給錢的人才是老大 如果 你今天奔到的警檢 你沒有辦法給他錢 你沒有辦法給 比別人多的錢給這個警檢 那你就等著瞧吧 OK 好 謝謝 我覺得其實這個問題 在制度上面也許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說 警察或者是警察、檢察官 國家機器的這些 就是基層單位 但他到底應該對誰負責 他是由誰來 來支應、來支撐的 但他應該對誰負責 或許這件事情 人說或者是 確率是可能會有些想法 那我們三個問題 大概是 我忘記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對對對 第一個問題是新聞資料 我其實是一般人的新聞資料 對 我先就新聞資料這地方 新聞資料在689 而且他其實特別規範的一種行為 應該受到憲法保障 就是新聞資料 所以他特別把它放出來 劉欣寅老師會說 是他考慣在那一套根治的解釋裡面 送給全他人民的禮物 就是他特別會看 其實是劉欣寅 劉欣寅 那些人的行為是受到情報保障的 這件事情是另外一條確定的 可是他不保障你 同時你有可能 你的行為有可能 在外觀上 具有犯罪行為的外觀 比如說你可能跟著先入住居的人 你採訪他的過程 你採訪他本身 可能會受到情報保障 可是你跟著他闖進去人家家裡面 還把人家家一起拍起來這件事情 可能會採到另外一條情報保障的間線 他未必能夠在最後 在最後 給你不罪的判斷 因為他可能涉及到肌肉全充 甚至他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 因為形式外觀 說的就是那個外觀 這個設計 你看起來的時候 你看起來雖然好像有拿著東西在採訪 可是並沒有辦法排除 你形式上是採進別人家這件事情 那對於低限執法的警察來說 他就會落盡那個採燃範圍 那接下來如果 如果要比例的比較粗暴一點 或是粗魯一點的話 那既然記者跟著 跟著人家士兵上戰場 那子彈是不會分你手上 是拿槍還是射擊的 所以當記者 基於採訪的需要而進入 而進入一個危險 或可能涉及使他自己面臨其他危險 或其他懷疑的環境裡面 當然記者可能會根據他的行為 最後得到出罪的判斷 或是不應該定罪的這個結論 就像李報生老師後來講 他認為比較傾向 是做法是用業務上正當行為 也就是一個違法性的抗辯 可是這不能阻斷你一開始 可能有一個判斷行為外觀 而導致警察人員或其他秩序委診人員 都有做出的處置 這只是可能會使你事後 不會另外再被追究責任 而被認為一個行為還是正當 但只是一個採訪行為 並沒有翻譯過意圖侵犯不上訴訟 可是它不代表完全能夠回避掉 在第一時間可能會造成的獨立抗辱作用 這是新聞自由可能會有的界限跟範圍 新聞自由不會 就跟言論自由也不會保證 你講什麼話都沒有事 新聞自由也會保證 你採訪行為都不會有問題 那我可能接下來我做的網 下面的問題 對 言論怎麼說 第二個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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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是 警察上門搜 對 憲兵上門搜 當然這個部分 真的是設立有限 所以實在是沒有辦法 不過憲兵上門搜索的地方 只能說還是回到那句話 那個行政的落落 都是來自於司法縱容 為什麼 大家如果去看 其實如果不是這個案件 實務上很長 那個很長要兩類大眾案件 一類毒品一類強套 那個警察你們看到 就像有人批評的 一年這麼多的偵查案件 但是搜索票只有一年萬張 那剩下都 剩下幾乎大部分都是同意搜索 同意搜索的同意怎麼來 大家自己去思考會怎麼來 對 那但是實務上沒有人去管 為什麼警察到人家家去哪個毒品 會去其中 然後同意那可能不是爭執 為什麼 因為法院都會照單據的時候 第一 他可能不會遲疑 那個同意的政治性 就算有爭執 反而還是說 這東西還是可以當證據 民眾也會叫好 因為他就是做監犯 跟他開始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真正的問題是 那個同意搜索 我們是不是要再加以 對他的藥藥經濟 去做限時或調整 如果我們真的對同意搜索這件事 很特派 那至於檔案 或是可以像要轉型正義 真相追究這個問題 可能說也會比我更豐富 或是真的是很欠缺 這方面的經驗的類型 那最後那個 9.0 我認為 其實他很難說 用養這個概念 國家它是一個很特殊的組織 它是人民 我養的 狗會不聽我的嗎 如果這樣你就羞辱了公園的 公園跟人民的關係 國家是一個特殊的組織 它是人民組織 要來為人民做公共服務 稅並不是一個薪水或對待的概念 它是因為我們要執行這些服務有必要 所以根據一個事先預定的規則 大家要分出自己的資源 由政府來做公共事務的處理 你用國家 國家其實是一個空殼的概念 當然我們因為長期主在地址 常會把國家想成一個人 那實際上它是一個有機的組織 而且是有人 其實是有人民自己來組成的 我們太把國家當成一個東西來看了 那國家其實就是我們的一部分 所以它沒有所謂養的概念 我們能夠控制的事情是 你花錢做不對的事情 讓整個預算 讓整個國家的能量 朝不對的方向前進 我透過制度上的方法去譴責你 我透過預算的方式去前置你 那為什麼稅收這個地方會大家特別有感 那也通常我們會很明確的把稅收 又跟法律連結在一起 又跟法律連結在一起 就是因為它還是會有那種 我還要分作一分財政力組織的概念 但是它跟養的概念是有差別的 它回歸 我們最終還是要回歸憲政主義的目的 就是回到憲法的文本 回到我們跟我們自行組織起來 這個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 那接著就會回歸到法治主義 憲政主義 那檢警做了不對的事情 這是我們要回歸法律跟制度裡面去處理它的 而不是只是單純訴諸 我有權力說你應該怎樣 那我們就把整個法治主義的基礎都推翻 那等於就是說 那你讓我不高興 所以我讓你不愉快 那就是完全一個人質的說法 這我可能沒有辦法認同 這樣的一個看法 謝謝紀錄律師 那我們先再說了最後 其實講到那個部分 所以我們曾中生的部分 就是說 關於新聞自由的保障 其實在實務上 我覺得還是有賴新聞 可以自己的法界 對 就是說 法律你要實現 就是要有什麼自由的實現 像剛剛紀錄律師有提到說 結果現在這樣不是 它突然間大家感激發 其實是有很多的律師去跟看法律師 就是去搶載 然後去一直告訴法律師 這個都有問題 你沒有負責人 即會選 講到我們每天在外面罵 然後罵了幾十年 都去選 然後對待機會發負責 對 那其實需要累積 那我覺得是說 新聞自由的實現 它不會 它在689那邊 它不會自己 自己發負責 就在警察突然間 又變成一個物理結界 把它擋起來 不會把它當成資格 是說 新聞媒體 有沒有辦法做一個集體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協會的立場 或是說 我在一本上限組織裡面的Eason 有沒有辦法 就是新聞媒體 它做了一個集體 然後去不斷的 團結起來追究跟 警告每一次 國家想要踏過 這一個限制的界限的時候 在法律上 在政治上 遇及一些遇及的反擊 而不是只是把它去覺得說 那 政治高官能規則於 個別的記者說 就怎樣你們要 這麼不事項 或是 這樣子的 這樣的弱好 好待遇 你不要連累整個問題 等等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新聞記者 就不能以集體的力量 而不是個別的 就是記者在衝撞 可能也不能只有新聞記者 他直接也要 他去捲送其他的學者 律師的資源去 不斷的對國家 他不可 越來越來越先的事情吹哨 然後才有辦法讓他真正的誇張 真正的誇張 真正的誇張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圖文不符 我覺得沒有不符耶 因為不符的話 我們當初定 我會這樣定 我覺得我會理解 我覺得其實 相同的其實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被自願這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這件事情赤裸 然後大家看到說 其實自願無歸 那其實在這件事情 大家看到說 那個協商點那個頭 雖然說他還有一些機能在 可是如果是權力不平 事前的協商 權力不平的情況下 那個其實是一個被資源 製造資源的過程 那樣的資源其實不是一個有害的事情 是比強制更害 因為強制你還去追究 他一直都符合強制你的要件 可是你一自願 他就說那是你自願 不管怎麼得到這個資源 所以我可以不用管理那個要件 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就更自意 更喜歡被使用 當這個國家開始被挑戰 他就開始喜歡自願 就是他強制的 要去被你挑戰 他就說好 那我就竟然說你自願 所以被自願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 就是說 上滿這件事情 所以說大家有看守的時候 我們出力很多 就是各式各樣上滿的事情 因為上滿的危險就是說 現場沒有媒體 你突然也不會想要收支 這是你人們在 你爸媽在 這件事情其實 對社會運行 很少 大家其實 會憤慨一次推擠 或是流血 而是好像不太會 摘到那個時候 或事件 事件上傳 就像我發生過一樣 上滿杯茶水表的事情 就 抬到新竹去找阿媽媽 對整個家庭都產 非常大的困難和騷擾 所以我們就是想 就是 我們這個跟傳聞法律 法律其實覺得說 上滿哪是一個審判 不是啊 它是一個任意的行為 或是說我 我去了 所以我講話也沒有 可是其實那是一個傷害 可是那是一個傷害 那只是法律其實不承認 這樣子的傷害 所以其實他很喜歡再用 這樣子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對於大家的意識上的問題 因為這次出來 大家一定說 既然這個點在寫 那不會有這種事情 對這種事情 可是你弄見法律 你拿去覺得說 現必是是法律 就是常識阿 那同意受到 每次都是被同意的 像剛才 就會一直講 那個是法界的常識 所以變成說 大家可能在平常 沒出事 或是其實出事 可是沒有被當一回事的時候 就是過的就是 太平無事的生活 對可是 你平常不處理他 他真的就是 就是全力要壓過來 發現你竟然沒有受到 抵達他的時候 就會出事 對就會出事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 大家不要在 有 直觀式的反射性的 大事的時候 才重視這個問題 就平常覺得他 就會有法在講 如果有受到的事情的時候 就是還是要 多 希望大家可以多關注這件事情 不然我們就會再下一次的 的事情 比方說我們下一次 就可能要把 憲兵警示範員砍掉 或憲兰軍隊裡面 可是 他有多少警察 在做 這種同意受到的事情 其實是更麻煩的事情 最後就是說 關於檢警 我會比較欣賞 你們會把它看作 一個克責的問題 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 警察在檢查 他也是這樣 然後他官方提起 那我覺得 比較提出到警 就是危險 其實是說 他有時候會利用人事的方式 達到一些 就是 壓迫的目的 比方說他如果指定了說 以後 警衛有什麼案件 然後有出資 我都是個專頁在辦 或是我在裡面 成立一個專門的主持 他們都是對付 對 就是 那時候 當他官僚體系 這個會變化 目的的時候 也會得到獎勵的時候 他只有成本就是在指名 培檢的 中軍愛國 我 我沒有指名 哪一個 他就專武啊 對 因為 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時候 有一些國家 他會特別設置一個 專業 他 名為專業化 專業化 他為了要不斷發掘他的業績 然後 他生存的目的 他基於官僚體系 自我維持的邏輯 他就不斷不斷的去 製造 新的 案件 或是 罪犯 那如果走到內部 不用修化 只要在裡面內部做人事的調整 這不用增加原格 我只要成立專門的人事 或是 人事 或是說在警察院 成立一個專門的編組 那其實這個都是很危險的 危險 並不只來自於說 他表現出他正式的態度 還來自於說 官僚體系 自我維持 跟自我候選的一個慣性 這個是聽起來有點冷門 可是我還 就是剛好有個問 提出來 謝謝兩位 然後也謝謝大家今天來 然後最後講大家說 這個手冊 就是 台詢會 花了大概一年的時間 然後 過了大概四十幾萬 然後 依賴很多志工跟律師 然後他們者願意提放 知識跟經驗 然後他才幫我們交流 一個結晶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希望普及 就是我們希望就是 用 當初步道電子機 被我們印多少就印多少 然後 然後法服也很方便 就是做了那個 陪伸手環 這樣子 然後就是說大家都可以 跟台詢會 跟法服就是 索取相關的東西 那只是說我們 這一筆 印完 還有沒有下一筆 不知道 那我們其實是希望 這個長期的 可以讓你吸收 新的法規跟食物 然後持續改版 然後長長久久的 就是印型 大家一個共通常備的工具 那這個部分 其實真的需要大家 對我們的一些支持 這樣 所以請大家就是 去支持台詢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